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你说南鼠谁是第一高手 喂 关于南鼠的事啊 我入学前就打听了一青二楚啦 最厉害的人啊 当然是二号上的笔头 箭头太郎学长啊 他从确身的大豪院邪鬼 让你继承了南鼠领袖的位置 身手高强不说啊 而且还伤得每位学长的信赖 在南鼠是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啊 接下来是个原关东豪学林总长伊打成人啊 只要他手上一握长枪啊 即成为天下无敌 再来虽然失去月光啊 但三面圈的飞燕和雷电也不简单 尤其也听说飞燕学长的美貌啊 连敌人都为之倾倒了 哦 对了 还有啊 不渴望的万弯仙刻罗刹隐庆 这四位死天王啊 听说在天跳舞的大舞会时 手的伤还没好 还站在疗养中啊 还有啊 这个圆二号山的笔头啊 刺死钢刺也很厉害啊 他只要拿起那么三米宽的斩链剑啊 这世上就没有什么斩不断的东西了 只是不知道他到底身上三号山的霉啊 可恶啊 傅健 你听得下去吗 看 说了一堆竟然都没有提到你和我的名字 喂喂喂喂 你给我试相一点啊 男鼠还有更强的 你是不是忘了 是啊 不但强啊 而且长得帅哦 哦 还有这还有人物吗 哎呀 对了 差点忘记最重要的人了 嘿嘿 太好了 就是说啊 赶快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来吧 他就是马哈潘吉的J 如果被他打到一拳的话 据说会飞到月球上去了 哎呀 臭小人 你敢试相一点啊 你知不知道傅健原刺跟虎丸螺刺这两个人啊 什么 傅健 还有虎丸 哇 你是说那两个男熟实况转播解说员啊 哎呀 他们这是臭热闹的家伙啊 干本白什么本事啊 是实况转播解说员 只是臭热闹的家伙 你再给我说一次看看 臭小子 你别跑 哇 拿不成你们两个就是虎健跟虎丸啊 哎呀 看啦 你白绝对要给你死啊 好了 别再闹了 要开始上课了 这时陶太郎突然发现 眼前有一个打扮得像焦酒冒险野狼的家伙 看起来气质跟其他的人完全不同 同时也在教室的窗前看到三个木露凶光的恶煞 看来今年的新生都是些与众不同的人啊 虽然升上了二年级 但教官依然是鬼胡子 鬼胡子问父坚虎丸为何一脸吃到大便的样子 两人将这些白木的一号生的事说给教官听 不过鬼胡子却说今年的一号生可不简单 他们都是经过署长特别面试通过才入学的 所谓的特别面试就是给学生一把左轮手枪 在六个装弹孔内装有一颗子弹 就是大家熟悉的俄罗斯轮盘 只要用这把枪朝自己的脑袋开枪 能活命的就算通过难熟的考试 这个测试第一点是要试你的胆量 第二点是要试你的运气 无论你的体力或任性再怎么有自信 如果运气不好就休想从难熟毕业啊 说什么测试 我看里面只是空包蛋而已 这一定是这样的 要不然打死了要怎么办啊 就这样署长的面试一直继续下去 最后考试场成了一片尿海 害教官们清扫到快累死了 更叫人吃惊的是 这些考生当中有一个不简单的家伙 他觉得只装一颗子弹根本不能叫做试弹 于是便向署长要的子弹 在六个枪堂里装上了五发子弹 使六分之一的死亡几率变成六分之五 接着毫不犹豫的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 你及格了 爆出你的名字来 东湘总司 我要称霸这个南署 话才刚说完 突然有人闯入教室 说曹操曹操就到 来者竟然就是东湘总司 东湘走到陶太郎的面前说到 我的名字叫做东湘总司 从今天起将取代你成为南署的领袖 说完便像陶太郎约站在校园内 虎丸腹肩想冲上去揍这个目无尊长的家伙 却被鬼胡子给拦下 因为南署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要是有人想挑战南署领袖这个位置 身为领袖的人绝对不可以拒绝 就算来者只是个新生 也拥有这样的权利 而且还必须以南署传统的决斗法来进行挑战 说完便要全体俗生都到校庭集合 这时先前那三个凶审恶煞突然来到署长的房间 原来这三人是黑暗组织暗之牙派来的 他们向江田岛提出了组织的要求 但江田岛只是自顾自的吃着便当 完全不理会他们 你考虑了怎么样 到底要或不要 如果敢说不的话 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好吧 你再靠过来一点 我来告诉你答案 这就是我的回答 江田岛二话不说 一个便当盒丢过去 直接把说话之人胖揍一顿 但神奇的地方来了 天下无双 连子弹都无法伤他分毫的江田岛 竟然被连巨像都能昏睡的麻醉枪给麻痹 看来他们用的麻药 比藤堂兵卫用的还要先进 看你们不要一直欺负大象 而在校庭内 南署领袖的挑战赛也即将开始 只见陶太郎跟东湘总司 坐在一个头顶都是剑的台座上 接着鬼胡子解释到 南署的领袖之战 必须从心跟技两方面来较量 首先心的方面就是用这个 剑座天暴奈 比试胆量 方法就是如眼前看到的 当蜡烛烧断绳之后 插满剑的时候就会落下 看看谁能够忍到最后 只要先逃出来的人就算输了 随后鬼胡子点上火 比赛正式开始 剑座天暴奈 起源于战国时代中期 主要是当时的武士武将们 为了夸耀其勇气及胆力 而发明出了一种竞争方式 要忍耐这不知何时会掉下来的剑山 的确是需要卓越的精神力 当时曾有 不试试这方法没资格当武士的说法 也曾有人因为过于害怕惊慌 结果晚了一步逃走而惨死 是以后来被各大将军所禁止 但至今仍有一部分地方 为了吸引观光人潮而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 以上再次明明书房刊 战国决斗议坛第七卷 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要男鼠领袖的宝座 这是无意义的问题 男人的目标朝向顶点 这是理所当然的 原来如此啊 随着绳子越烧越断 两人的精神也更加的专注 看样子你这男鼠领袖的头衔不是骗人的 竟然能和我一样等到现在啊 终于绳子被火烧断 头上的箭矢也硬身落下 不过底下两人依然动也不动 接着两人互看了对方一眼之后 几乎同时逃离这个台座 呼 看样子新的较量是平分秋色 这样的话接下来就是以计来决胜负了 谁说是平分秋色 是你输了姓东湘的 陶太郎是确定你先逃走之后他才逃的 那个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时东湘总司才发现 陶太郎制服的后面被割破 这明显是比较晚出来 看不算啊 这是他急速太差才会被割破的 废话少说 开始记得比赛吧 这时飞行帽教官正要向署长报告两人决斗的事 却发现署长不在 而署长室里似乎有打斗的痕迹 只有在地上发现署长用血 血下的暗之牙三个字 不过署长到底是什么时候流血了 回到南署的领袖之战 这第二场既的比赛方面没有任何的规则 只要把对方打到吃不了咖喱为止 至于要用什么道具 完全凭个人自由发挥 东湘总司一听到什么道具都能使用 立马从校舍后面起了一台野狼125 这就是我使用的道具 看你别以为你装成焦久冒险野狼 骑野狼125就会有加成啊 你要用什么道具呢 要去借斩岩剑也可以啊 不用了 我用我的拳头就可以了 哼 你会后悔赤手空拳跟我决斗的 说完东湘总司油门一吹 骑着车就朝箭桃太郎冲来 骑连续的快弓令在场众人全都大开眼界 这摩托车简直就像东湘总司的手脚一样灵活 你的身手真不简单啊 但这种程度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琴终于热起来了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啊 只见东湘总司朝刚刚的台座上冲了过去 快要撞到的瞬间 竟然整辆车骑上了柱子 接着跳到空中人车急速下坠 淘太郎因为逆光的关系闪避不及遭受撞击 刚才那一集至少撞断了你两三根肋骨 这下你该乖乖的将男鼠领袖的位置让出来了吧 你太天真了 这种小伤我都会自动复原的 东湘总司剑撞 立即使出了刀锁最害怕的武器剑扣 扣住了淘太郎的脚 接着催紧油门将淘太郎在地上拖行数圈 还不认输吗 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像破布一样支离破碎的 不过这对见识过一堆大场面的淘太郎来说 只是小儿科 只见淘太郎又使用了绝对不是用来装饰的头巾 拴住台座的柱子 借以挣脱东湘的锁链 可恶啊 本来尽可能不想杀你的 但是这样的话领袖位置就拿不到了 东湘啊 男鼠领袖的位置并非你所想的这么好当 东湘总司紧吹油门全力一击 不过淘太郎早就做好防备 他将东湘的锁链缠在柱子上横开来一拉 东湘当场被锁链扯下 摔得四脚朝天 随后淘太郎也脱掉上衣 准备开始要认真了 你给我站起来 让我告诉你男鼠领袖有多沉重 接着两人便展开场赤手空拳的肉搏战 东湘总司没车顿尸五成功 完全不是淘太郎的对手 而且说实在的 这种程度还妄想当男鼠的领袖 根本只要附件出马就直接把他打趴了 最后淘太郎一个重拳 直接打飞了东湘总司 东湘撞到台座柱子后 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问你为什么不杀我 刚才那一集 以你的权力应该可以置我于死地啊 因为我是你的学长 而你是我的学弟 所以一切都不用再说了 学长和学弟吗 随后淘太郎就叫人 带东湘到衣物室疗伤 自己身上的伤不但瞬间恢复 连刚刚破烂不堪的制服 都像不死鸟的圣衣一样复原了 战斗结束后 鬼胡子催促众人回教室继续上课 这时却来了几个不速之客 来者介绍自己是岸之牙极东地区的总支配人 来此的目的是想邀南俗勇士参加七牙冥界斗 接着解释了一下岸之牙这个组织 岸之牙是统下世界各地黑暗格斗界的巨大龙头 所谓的黑暗格斗界是平常在电视或新闻上绝对看不到也不知道的 因为这比赛的输赢不是生就是死 是个真正赌命的比赛 而世界各地的顾客都会对这比赛下巨额的赌金 而岸之牙则是庄家 也就是说他们是负责寻找各个格斗团体来当牌 好让客人高兴的下注 刚好南俗在天挑五轮大舞会上精彩的表现 在组织内有着极高的评价 所以岸之牙才登门拜访 邀请南俗勇士参加新企划的七牙冥界斗 不过南俗的人全是血性的男子汉 怎么可能参加这种肮脏的决斗 但识者也早就有准备 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两张照片 一张是个人造卫星的装置 而另一张竟然是署长江田岛平巴的照片 识者接着又说 江田岛目前正呈现冷冻状态在大气层外的人造卫星里 以南俗这种落后的科技 是不可能救他出来的 要救出江田岛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在岸之牙指定的世界七个斗场上决斗 只要打一个斗场就能获得一张磁碟片 收集七张磁碟片放进岸之牙本部的电脑里 才能让江田岛搭乘的人造卫星返回地球 你们七牙冥界斗的参赛就这么决定了 这次参赛选手人数没有限制 随你们的辩啊 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派人来迎接 告辞了 可恶的家伙别让他们就这样回去啊 算了虎安 他们只不过是奉命来传话的 看来这次只能照他们的意思做了 为了救署长一定要收集那七张磁碟片才行啊 但是这次的对手是拿性命做买卖的职业高手 应该都是强敌云集才是啊 而且死天王也尚未复原 我们目前战力薄弱啊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啊 是王大人 你的病脚剃掉了吗 看别管这个 反正我打神拳式的时候病脚又会走出来 你先看看后面吧 今天这些人也得到入学许可了 众人回头一看大吃一惊 这些人竟然是 这些曾经在天挑五轮大舞会上交手的敌人们 从今天起正式成为了男鼠的俗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嘿嘿 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啦 男鼠就跟玩命关头一样 上级是敌人 这级变家人啊 家人有难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真是太感谢你们各位了 在江田岛尚未救出之前 就由我王大人暂时代理署长 各位没意见吧 那么为了明早的出战还有欢迎新生 准备举行结团式 这期结团式 那是什么啊 呵呵 我和江田岛做事方法不同 古今宗外能令男人团结一致最快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啦 王大人说完竟然开启了萤火晚会 今晚没什么校规 大家都可以喝到挂为止 伯凤 你成年了吗 你应该吃巧克力比较适合吧 看 你在胡说什么 我看是海量耶 喂喂 我们俄国人都是喝vaka 这些sake对我来讲跟白开水差不多啊 特制的烟熏学俗 要不要吃吃看啊 不用了 我只吃咖喱老鼠啊 苍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独饮啊 你干脆来表演一首给大家瞧瞧了 好 既然你都这么要求了 虎安 你将酒瓶放在头上 站在那棵树下 是什么 你想学侠盗罗宾汉吗 我当然是相信你的射箭能力啦 但是你喝的酒不要紧嘛 开玩笑 这么一点酒会影响我的神迹苍结吗 看我的梁山伯斗弓术连射地 呃啊 靠腰啊 我看 呃呃 抱歉 好像有点喝醉了 什么叫有点喝醉 我如果没有及时散开全身就变成剑霸了 好 接下来换我了 我是法老 我们王家之谷有个代代相传的埃及艳后之舞 据说看了这个舞的人可以增售千日啊 今天算你们赚到了 我准备开始哦 嘿 拜扯 拜扯 你大声的王鸟公 小声的王鸟公 哇靠 这是什么鬼啊 好恶心的舞蹈啊 别再跳了再跳我扁你啊 我看了之后反而会折售千日啊 那么换我来表演别的 出来吧 我可爱的小蛇 小蛇逼逼哦 小蛇逼逼哦 而就在众人开心享受这难得的欢乐时光时 有两个男人远离了这些喧嚣的人群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好意 欢迎你加入我们男鼠 但是我将你的父亲一刀两断啊 哼 别在意了 反正我现在又突然变成是他的养子了 我从来没有将那个披着人皮的恶魔当成父亲 如果你没杀他 总有一天我也是会动手的 喝吧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啊 尽管的酒分外甜美啊 酒过三巡之后 众人也都纷纷到头呼呼大睡了 罗长 你等着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隔天一大早 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吵醒了众人 暗之牙派了一辆军用直升机来接南署的参赛勇士 众人连洗脸跟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就准备要登机了 突然东乡总司也跳了出来 希望陶太郎能带他一起参加七亚冰界斗 最后七亚冰界斗 南俗出场的选手有 大将 剑陶太郎 副将 伊达成人 飞燕 雷电 J 虎丸龙刺 副坚元刺 刺蛇鋼刺 东乡总司 藤堂豪义 朱红元 法老 钟礼炎 戈巴斯基 苍杰 伯凤 邓福杰 以上17名 江田岛的命运就全靠这些人了 众人搭乘暗之牙的直升机 准备前往第一战场 这趟旅程虽然漫长 但幸好椅子躺起来舒适 也有便当可以无限的吃到饱 连好久不见的飞燕流刺绣都再度登场了 长时间的旅途辛苦了 本机现在开始进入降落状态 终于到达了 不过就在打开机门的瞬间 一阵强冷的暴风雪从外面袭来 众人走出直升机一看才发现 眼前竟然耸立了一座巨大的高塔 奇怪的是很凶肉背的陶太郎等人都不怕冷了 在西伯利亚长大的哥巴斯基竟然动得发抖啊 这时负责人也出现了 欢迎光临七亚名借斗的第一亚王良塔 你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南极大陆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阿里顾卡万布喜 是这个第一亚的负责人 各位要在这五重塔里进行决斗 每层楼都有我们暗字亚的精英镇守 如果你们能够顺利的将五名对手全部打败 便可以拿到第一张磁碟片 好啦 请派出要进入塔内的五名选手吧 我是其中之一啊 也算我一份吧 我苍结也要去 还有我棕领岩 呵呵呵 有意思 我哥巴斯基也要去啊 五名人选确定了之后 就由陶太郎带队进入塔内 大门一开只见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随后大门关上 一个人影伴随着一道Sparlight出现 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是王良塔五人种之一的撒连木炭 你们休想再往上去啦 你真有自信啊 这样就由我苍结来和你比个高下吧 不过当苍结踏出第一步的时候 差点滑了一跤 仔细看才发现脚下踩的竟然是冰 原来这王良塔的第一层叫做冰之间 选手要在这个冰的斗场上决斗 而守观者外号叫银盘杀忍者 脚上穿的是装有利刃的冰鞋 在这个冰的斗场上可谓是如鱼得水来去自如啊 呵呵呵 怎么样啊 我这令你目不转睛的快速伸手 根本是神技吧 这种烂功夫也可以称作神技吗 什么 要打倒你这种货色 只要一只剑就够了 你在说什么屁话 说完苍杰拧风搭剑 准备使出梁山伯斗弓术术 但他竟然将剑给拿反了 南书众人看了全都大吃一惊 如果这样就可以打倒我 那你就射射看啊 梁山伯奥义金奔碎 苍杰这一剑轻易的被对方躲开 但是剑射中后面的柱子竟然反弹到上方 极落天花板上的一根冰柱 最后再问一次你的名字 什么最后啊 最后的人应该是你才对 我叫云盘的杀人猫啊 还有四人 你这种货色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啊 这时在场外等待的众人 都想知道塔内的情况 负责人告诉他们 参赛者已经突破一楼正前往二楼 但是这座亡良塔的楼层 越往上对手就越强 最上层才是真正的地狱 与此同时 陶太郎等人也已经抵达了二楼 推开门一看 依然跟一楼相同 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 众人仔细一看才发现 有个全身涂了黑炭黑压压的家伙在里面 我等很久了 我是亡良塔五人众之一的 打西林妈 亦是这黑暗之间的负责人 而这家伙不光是只有身体是黑的 连他手上拿的武器也是黑色的 大门一关起来之后 就完全看不见了 到底是谁要和我这个黑暗的杀人者决斗啊 哼 有意思极了 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和一个全身漆黑的人战斗 就让我狼楼管管主钟领岩来会会你吧 钟领岩走到房间中央后摆出了战斗的架式 怎么了 打西林妈 尽管放马过来吧 嘿嘿嘿 我早就在这里了 首官之人竟然无声无喜的来到钟领岩背后挥了一刀 钟领岩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状况 左臂率先挂材 嘿嘿 我跟楼下那个饭桶可不一样 我能够在你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靠近你 只要是在这个暗室里 你连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啊 话刚说完 相同位置再度受伤 钟领岩摆出一点很干的表情 众人都不解 为何在这种完全黑暗的地方 对手能够清楚掌握钟领岩的动作 苍杰说到 对手可能有练过透暗室这套功夫 透暗室 通常在完全被遮光的情况下 一般人是看不见的 但是练成透暗室的话便能够看得见物体 对于格斗家而言 夜间的决斗是常有的事 练成此功则直接关西生死 此透暗室武术的最高指导者 翔蟹流教头吕空楚 在一片漆黑的暗室里 连从眼前飞过的玻璃碎片也看得一清二楚 真可说是人间紫外献严 要附带一提的是 现今光亮单位鲁空楚 即是因为铝空楚之音 以上再次明明书房刊 眼睛才是一切 不过我们这群人在黑暗中都看得见钟领岩 可见我们都有练透暗室的支持 这时一直处于挨打状态的钟领岩 也准备使出梦幻秘技翔穹超弹来反击 看我的翔穹超弹连速射 嘿嘿嘿你在射哪里啊 我可不在那边哦 由于这个房间到处充满了回音 就算一打有练黑暗沙 也无法靠声音来判断方向 这种情况下 纵使翔穹超弹具有能贯穿钢板的威力 打不到人一样是无用之地啊 糟了他这样乱射是打不到人的 看要是不小心射到我我一定揍他 不我不这么认为 我相信领岩这样乱射一定有他的目的啊 妹你到底有完没完啊 随后守观者一刀重创了钟领岩胸口 钟领岩终于不知倒地 差不多该给你最后一集你可以觉悟了 该觉悟的人是你 你的形体我已经可以看得见了 你就在那里啊 说吧 钟领岩的翔穹超弹 终于打中守观者的手臂 为什么你知道我的位置啊 你看看自己的周围吧 守观者仔细一看才发现 墙壁上竟然有无数个小洞 原来钟领岩的翔穹超弹并不是乱射 而是针对每个方向打穿的墙壁 只要有洞口 就算非常的小 都会有光线进来 如果哪个洞口被挡住 没看到光线的话 就是因为有人 站在前面却挡到了 只要瞄准那个地方 攻击准没错 嘿嘿 但是很可惜 你的翔穹超弹 并没有打中我的要害 我还是有胜利的机会啊 并不是没打中要害 那里有个节节 会把你的上臂筋往上拉 话刚说完 守观者的手臂突然自己抬了起来 接着钟领岩又朝他射了一发翔穹超弹 守观者拿刀的手就不听使唤的一直掉下 直到自己取了自己的性命为止 伴随着一声惨叫 男鼠也坐收了第二圣 咦 好像有人在惨叫啊 是从塔里传出来的 刚刚的惨叫声是第二层守观者发出的 你们的伙伴终于顺利的往第三层去了 不过接下来可没那么简单啊 因为下一位守观者是 嘿嘿嘿嘿 陶太郎等人继续往下一关前进 来到三楼门前看到一个告示牌 这是法文写着此门只限一人进入啊 呃 只限一人吗 呵呵 这个好玩啊 哥巴斯基学了一声狼叫后 两条身影快速的冲上楼梯 结果竟然是两头西伯利亚的冰原狼 他们是罗姆尔斯跟雷姆斯 是我的好兄弟 这里就交给我吧 上面虽然写着只限一人进入 但可没说不准带宠物进去啊 嘿嘿嘿 看 狼竟然可以从西伯利亚 瞬间跑到南极 哼 西伯利亚的哥巴斯基 明明男子汉度没达标 竟然还可以加入男鼠 他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啊 哥巴斯基进入房间后 依然是一片漆黑 而且还伴随着一种 无法形容的甜甜香味 这时四周突然一亮 哥巴斯基才发现 自己是站在一个花圃之中 呵呵呵 这房间你还满意吧 我的名字叫做 李靠 是这个花园之间的负责人 以狼为武器倒是很少见啊 但很可惜的 这反而对你不利 你将会因此而坠入地狱的 哥巴斯基看到这种 不男不女的家伙 就起鸡皮疙瘩 立马使出狼仓拳来攻击对手 守观者闪过几次攻击之后 狼突然转头 跑回哥巴斯基的身边 走了兄弟们 怎么突然跑回来啦 还没等哥巴斯基搞清楚状况 狼就朝他的手咬了下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 敌人是那边不是我啊 现在你知道这个花园之间的厉害了吧 这些花草名叫摩尔葛可喜草 只要吸入这香味啊 就会连自己的主人是谁都分不清楚啦 摩尔葛可喜草 一般麻药已从植物取出来的居多 而自中央亚洲北部坎格尔地方 出产的摩尔葛可喜草 以其强烈的幻觉效用文明 之所以会被广为使用 是因为在西元1328年 坎格尔王国被丹恩吉尔王国攻击时 坎格尔王国的普尔加卡将军 用计将敌军引诱到一片大片的摩尔葛可喜草花圃 因而能顺利将其打败 附带一提 在现阶段这摩尔葛可喜草已被全面禁止栽培 以上再自明明书房刊 现代麻药全集 狼的嗅觉是人类的数百倍 当然幻觉效果更快啊 而我要经过一番秀业 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通常在玩游戏中的混乱数 是不分敌我的攻击 但面对这种只会咬自己 而不咬对手的狼兄弟 哥巴斯基被逼急了 竟然不小心拿刀杀了他们 啊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啊 没关系啊 哥巴斯基 你在天挑五轮不是说过吗 这些畜生只是你的道具啊 回西伯利亚的大兵员 要抓多少有多少啊 啊 可是我这个人就是很矛盾啊 现在他们又变成我同身狗神的好兄弟了 随后 哥巴斯基取下一条脏兮兮的白布 盖在两头死去的狼兄弟脸上 接着拿刀准备去跟这个人妖拼命 但才跑没几步 就因为吸入过多的香气 身体麻痹不能动弹而倒了下去 人妖想用哥巴斯基的小刀来解决它 但捡起来才发现这把刀竟然只是变魔术用的道具 呵呵 没错 这把刀杀不死狼当然也杀不死狼啊 我们只是在演戏而已 为了让我的兄弟从摩尔格可喜草的毒树中醒来 盖在他们脸上的布门那条布是 呵呵呵 是我的内裤啦 已经三年没洗了 只要闻到了强烈的臭味啊 什么毒树都会瞬间被压下来的 呃 摩摩 你说的没错 他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啊 呵呵呵 看到我的实力了吧 那个不男不女的家伙啊 这下也不要去泰国变性啦 呃 哥巴斯基 有时候内裤还是要洗一下比较好啊 哈哈哈哈 你放心 明年过年的时候我一定会洗啊 欸 你看 已经来到第四层的大门了 呼呼 你们的伙伴还真是好狗运啊 他们已经突破三楼现在正往四楼前进啊 哈哈 摩摩他们干的好啊 只要再打败两个就可以拿到第一张磁碟片了 欸 伯凤啊 我也开始觉得手痒起来 咦 伯凤怎么不见了 刚刚还在的啊 此时在亡良塔的四楼 依达正打算进入门内决斗时 突然有人叫住了他 来者竟然是原梁山伯的首领伯凤 原来他在塔外已经等到手都痒了 而且大会也没有规定不能中途换人 说完便一溜烟的跑进门里去了 呃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 哼 原梁山伯三首领之一的伯凤 曾让J吃尽了苦头啊 那小子可是拳法中的高手啊 伯凤进入房间后一脚踩进了水里 仔细一看才发现 斗场竟然是一片看不见底的黑水 而且从水里感觉到一股猛烈的杀气 此时有个东西正慢慢的靠近伯凤 趁他不备之际从水里跳出来偷袭 幸好轻光好的伯凤及时跳开 原来这水中的杀气竟然是一群鳄鱼啊 欢迎光临这个黑水之间 我是王良塔五人众之一的克里子死妈里 你的命就由我来取了 这些是目前地球上爬虫类中最凶猛的马丹鳄鱼 只要被他们咬到 就连巨象也会立刻化为白骨的 看你们能不能别一直用大象来实验啊 只见守观者一声令下 这些鳄鱼全都潜入水里不见踪影 让你见识一下金靴超恶术的恐怖啊 金靴超恶术 在南亚洲区大多数的马丹鳄鱼在那里大量栖息 在18世纪初 饲养训练此生物的方法相当发达 因为当时的村人们将训练好的鳄鱼 放在村子的四周围以击退外敌的侵略 因此鳄鱼被视为守护神而被人保护着 目前在南亚洲的某国家内 因为杀鳄鱼而须被处以死刑的法律仍旧存在着 据说去年就有为拿着鳄鱼皮包的日本女性被处中身刑 也是众所皆知的事实 以上再自明明书房刊 Dandy爬虫类的各种故事 说怕守观者拿着三叉起攻击伯凤 伯凤闪过的瞬间 又要小心脚边看不见的鳄鱼 即便他轻功再好 面对这不知会从哪冒出来的杀人恶魔 依旧是躲得险象还生 你还是不死心吗 这矮冬瓜 什么 你说我是矮冬瓜 你竟然敢说出我最在意的事 哼 说你矮冬瓜又怎样 那要等过的爺梦 那人都笑你一爺爹地 守观者毫不客气地朝伯凤腿上砍了一刀 瞬间所有的鳄鱼一起跳出水面朝伯凤扑了过去 太简单了 这家伙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啊 怎么样都吃饱了吗 不过那个矮冬瓜大概不够你们筛牙缝嘛 咦你们怎么一年不爽的样子啊 守观者走近一看才发现水面上只剩一件衣服 伯凤早已金蝉脱壳 不晓得跑哪去了 情急之下 他赶紧把鳄鱼都叫回身边来保护自己 你太卑鄙了 赶快出来比个高下 我早就出来了 话才说完 伯凤竟然身穿鳄鱼皮 出现在守观者的背后 谁叫你竟然敢说出那样的话 我才不是矮冬瓜呢 只是其他家伙长得比我高一点而已啊 伯凤一把就将守观者推进其他鳄鱼口中 结束了这亡良塔的第四战 莫莫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那小子真的是全法中的抢手啊 这时场外众人也接获伯凤乱入的消息 什么 伯凤的小子爬到塔上代替莫莫他们决斗 没错 而且还获得胜利 他们现在正朝亡良塔的最上层去了 哎呀 气死人啊 那个臭小子 竟然敢丢下我们 这么说来 那个人好像也不见了 什么 那家伙耶 哈哈 那个鳄鱼先生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他的身体还卡在鳄鱼口中拔不出来呢 惹毛的我就是这种下场啦 伯凤 你的鳄鱼皮可以脱下来了吧 才不要咧 用这个来防寒最棒了 而且还可以拿来做鳄鱼皮包啊 你们看 那应该是最后一个房间了 好像有人站在门口耶 众人走近一看才发现竟然是腾堂豪裔 原来他也跟伯凤一样是个耐不住性子的人 还没等陶太郎把话说完 豪裔就直接开门进入 没想到这七牙冥界斗的第一牙 王良塔 竟然全都成了男俗新生们试身手的舞台 而腾堂豪裔进入了最后一个房间 是个中央仅有一条细长桥梁的斗场 没想到你们竟然能够来到这里 我是王良塔五人众之手 Mutifuck 也是这桥梁之间的守观者 桥梁之间顾名思义的就是只能在这桥上决斗 一个脚步没踏稳 就会掉到底下的熔岩尸骨无存 而男俗想要的第一张磁碟片就在后面 只要打败守观者马上就能够得到 说完规则后 最后的守观者拿出他的胡跃刃 就朝腾堂豪裔攻了过来 两人第一次的正面交锋 守观者就因为自己的脚步没踩稳 跌了下去 哼 真是没用 正当豪裔松懈的时候 背后突然闪出一道人影 一个不注意 藤堂豪裔的左肩 遭到守观者给砍伤了 明明已经掉下桥梁 守观者却又飞了上来 而且还站在空中静止不动 仔细看才发现 房间内布满了细细长长的钢线 看到了吧 这就是王良塔奥义 宙气浮情斗 都打到了第五层 对手终于出现奥义了 守观者利用房间内的钢线来回移动 多角度的攻击 行动受限在细长桥梁上的腾堂豪裔 而且为了要防止钢线的锋利 这奥义还必须穿上特制的后木鞋才能施展 一直处于防守状态的豪裔 武士刀不慎被对手打断 说吧 腾堂豪裔竟然将断刀收入刀鞘 守观者认为他在故弄玄虚 毫不在意的冲了过去 豪裔看了一眼地上的刀锋 使出拘合斩迎击 这几过后 豪裔左肩再次负伤 而守观者的胡跃刃也瞬间消失 不过手上的武器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他的脚下 豪裔断掉了刀锋 竟然牵在守观者的鞋子上 这一踩不但无法让他再飞起 反而让他切断了自己的命运之线 直接前往地狱报道了 七亚鸣接斗的第一亚 南俗大获全胜 这时场外的众人已经等了不耐烦 都想冲进塔内 突然一楼的大门打开 先前进去的五人 竟然变成了七个人走了出来 南俗终于取得第一张磁碟片 是某某他们耶 大家都平安地归来啦 啊我们都好担心啊 快告诉我们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哼我和伊达完全没有出场的机会 全都被这五个武功高强的新生给独占了 好啦你们已经没闲功夫聊天了 现在必须前往下一个斗场第二崖前进 你们的决斗已经透过卫星实况 转播到世界各地 下注的赌金也是前所未有的庞大数字 组织的各个干部们都相当高兴 期待各位接下来有更好的成绩啊 你们这些肮脏的狐群狗党 这就是我对你的告别式啊 说吧 淘太郎挥刀将负责人全身的衣服砍光 再将这光溜溜的家伙绑在柱子上 任凭契而随意的啄他的小鸡鸡 带领署长刚接到无线电投资 我们已经突破第一崖了 你压了5000日币赚了10倍啊 看早知道就压5万了 而且听说全都是由新生压倒性的胜利呢 嘿嘿嘿 我看这个暗之崖根本没什么看头嘛 笨蛋 不可因为我们第一场赌赢的 就低估对方的能力 这个跨世界的组织 一定有什么我们想象不到的力量 第一崖纯粹只是为了引起顾客的兴趣而已 所以派出来的都是些小人物罢了 接下来就是以血拼血的拼斗了 这次到底要买谁赢才好了 而被直升机接走的南俗众人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 终于来到了第二崖 直升机降落处是一座古代遗迹的大门前 南俗的勇士们 我等很久了 欢迎光临七崖明界斗第二崖 迈向王公之路 我叫Kaskoi Nechin 是第二崖的负责人 这里是非洲刚果的热带雨林 你们进入此门后 前往宫殿途中有五个道场 那里就是决斗的地点 那么想要的第二张词片就在最后一关 听到迈向王公之路六个字 对非洲最了解的法老王说到 在古代非洲还有一个可以跟埃及文明匹敌的国家 叫可罗马迪诺斯 依照那国家的独特传统 历代国王在造极将官时 会在前往王公的途中设置多重的南关 能顺利过关的人 不仅能因此当上将官 还会被赐予大批的财力和权力 但是听说生还的几率大概只有千分之一 所以这个国家一直都没有官员在运作 最后终于灭亡了 因此这条充满怨念之路 又叫做诅咒之路啊 好了别会话这么多了 赶快选出要进入王公之路的五人吧 第一个就是我了 我要亲自确认这个传说 也算我邓福杰一份 还有我东乡祖斯 我虽然是老面孔啊 但也想去啊 上衣啊没打到 这次我一定要参加啊 五名选手都确定了之后 迈向王公之路的大门便开启了 进入里面之后还是老样子 场地非常的大 走了十公里才看到 第一栋建筑 那是一个像古鸡寺的圆形斗场 法老一脚踹开门后 差点掉得下去 可能也因为这一摔 让他从此迈向破格之路 第一斗场是个天花板 垂下很多藤蔓的房间 决斗者必须在这藤蔓上打斗 而底部是个发出 强烈恶臭的腐蜜 上面还浮有几具动物的尸骨 哼有意思 这里就由我原宝龙黑脸柱的头目 邓福杰来吧 我只要看到像蛇一样长条状物啊 就会莫名的兴奋 说完话后 邓福杰一个翻身过去 就像泰山一样 抓着一根根的藤蔓 荡了过去 哼哼 敢接受这个 白香玩狗之路的第一关 垂鸟螺斗的挑战 这是太欢迎的啦 突然一道黑影急速的闪过来 砍伤了邓福杰 来者现在是一个 留着超赛三级无法 脚踝有点发育不良的家伙 我是马哈胖吉的朋友 马哈妹达 你的命我要定的啦 我先告诉你 下面那个是非洲特有的腐刺力的啦 一旦掉下去吸到泥土散发出来的毒气 就连菊香也沉不到一分钟 就会死敲敲的啦 我们南俗最痛恨不爱惜大象的人 我一定要宰了你啊 呵我原本就单身与丛林 并在丛林修业长大 用这种决斗方式 你是绝对没有神酸的啦 邓福杰闪过一集后 守观者竟然快速绕到他的背后 以突袭的方式砍了邓福杰一刀 这样敏捷的身手 简直就跟猿猴没什么两样 邓福杰也不甘示弱 以忠家秘技 蛇江边回击 可是碍于场地的限制 没有办法发挥权力 加上之前养的蛇 几乎都被J给干掉了 所以这次只带一条出来 守观者闪过毒蛇的攻击后 扔出一把小刀 小刀射中邓福杰右手 害他蛇没抓紧 就这样直接掉到地下有毒的泥土上 随后邓福杰也遭到守观者的重创了 嘿嘿 接下来的一集就要直接让你GG了 就像你叼下去的那条蛇一样的啦 呵呵 你好像会错意啊 那条蛇不是因为你的刀掉下去的 是我有意让它掉下去的 接着邓福杰给守观者上了一堂生物课 告诉他蛇跟昆虫 都有一种生长现象叫脱皮 这条蛇是自己训练出来的 当然知道何时会脱皮 说完就叫守观者看看 手上握着的是什么 守观者抬头一看才发现 自己抓的竟然是条蛇 原来刚刚掉下去的 只是蛇脱的皮而已 毒蛇一口朝守观者鼻子咬下去 害他极无法吓得掉光 随后就掉下有毒的腐泥一命呜呼了 哼 真是场快乐的决斗啊 赢了第一场决斗后 又是一段漫长的行军 这时突然从林中跳出一只山猫要袭击灌鸟的巢 飞燕见状赶紧出手相助 鹤嘴千本射在山猫耳朵上救了这一窝灌鸟拇子 灌鸟也很有灵性的对飞燕致意 随后众人来到了第二斗场 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 中间树立着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离这么远 要怎么过去呢 那么这里就由我来吧 换我难熟三面拳之一的飞燕出马 轻功极佳的飞燕 一个跳跃就直接到了斗场上 我对他不是很熟 他真的没问题吗 那么纤细的身体 以貌取人是大错特错的 你如果跟他打的话 大概一针就被干掉了 这时突然从对岸飞来了一个像蝙蝠侠的家伙 我快得得不耐烦了 欢迎光临这个大峡谷官 我是迈向王公之路 古人帮之一的林巴雷斯 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能从我这 魔祥流气法的空中攻击中活命的 魔祥流气法 太古时代要在空中飞 一直是人类不可能实现的梦 而最早实现这个梦想的是莱特兄弟 但据说在古代中国 住在山岳地方的拔拼族 早已实现这个梦想的 他们利用山谷间往上升的强力气流 而在空中飞翔 便进一步利用在交通及军事上 当然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飞行 而是经由精挑细选出来的人 经由重复的艰苦练习而得来的技巧 而且据说一万人之中 才有一个人精于此际 而此者被称为拔拼冠 以上再次明明书房刊 蝙蝠侠所写之故事 随后守观者便挥着斧头 朝飞燕看来 面对对手这种由上而下攻击 不利于自己的局面 飞燕也使出鸟人拳奥义 贺嘴千本反击 只见守观者微微的低下头来 贺嘴千本竟然被吸附在他的头盔之上 飞燕没料到会有此招 忍不防的中了一服 原来守观者戴的头盔 是附着磁性的操磁钢做成 所以飞燕用金属做成的针 都会被头盔吸附 而他自己拿的是十刃符 完全不受影响 就在飞燕陷入危机时 刚刚被他救起的那只母鸟 回过头来报恩 拿来的臭鸟给我滚开 守观者一拳将鸟给拍飞在地 飞燕为了保护他 背后又中了一服 你等着 我现在就来为你报仇 而且会用为你报仇 最恰当不过的方式啊 说完飞燕再度拿出贺嘴千本 守观者一看又是这招 凭借自己有磁石头盔 完全不把这招放在眼里 大喇喇的就朝飞燕冲过来 忽然飞燕的鹤嘴千本 再次被磁石吸附 愚蠢的家伙 已经跟你说过 这招是没用的啊 愚蠢的人是你 仔细敲敲自己的胸前吧 守观者低头一看 才发现胸前插了两根鸟毛 由于鸟毛不是金属做的 不会被磁石吸走 而且射中的地方 是会狂乱两碗运动机能的神经节 我靠腰啊 我的手怎么不停使唤啊 结果这个蝙蝠侠的家伙 双手竟然不停地拍打起来 最后因为停不下来 直接撞上山壁 以一个很愚蠢的方式 醉崖身亡 谢了 全都是靠你的帮助啊 老实说 作者这场让飞燕出来打 真的有点多余 飞燕的战斗 我想所有的读者们都看腻了 还不如让在七亚明界斗 都没有表现的猪红远出来打 老鼠咬破对手翅膀 让他醉崖而死 也是行得通的 接下来众人继续往第三斗场前进 我的喉咙渴死了 哪里有水喝 那个是 太棒了 想不到这里有泉水涌出来 这是太好喝了 这种咸咸甜甜的味道 简直是书跑啊 啊啊啊看 原来是你这死猴子在尿尿 别跑啊 竟然敢当我喝尿啊 喝杯了给你死啊 结果法老误打误壮的来到第三斗场 这是一大片的泥沼 还有许多玉球浮在上面 欢迎光临这玉城找到 我是迈向王宫之路五人帮之一的奥鲁巴 这里是个无敌沼泽 什么东西掉下去都浮不上来 哪一个不要命的要来决斗啊 看 什么东西都浮不上来 那玉球为什么不会沉啊 这场比赛就由我法老来负责啊 那家伙真的没问题吗 我怀疑他有双重人格啊 他以前走路很有威严啊 讲话声音是这样的 我是王家之谷的法老王 现在走路突然摇摇晃晃声音变成 嘿嘿我是王家之谷的法老王 不晓得阿努比斯泉下有之的话 有没有办法安息啊 法老王两三步就跳到斗场中央 尽管放马过来吧 阿努巴小子啊 呵呵吼了的他还敢讲这种大话 不要靠药你全都看到了吗 拼你这德性根本不会是我的对手啊 说吧 这个阿努巴拿出一台小孩玩的跳动699 使出奥义铁技咒谈 身体变得像跳蚤一样 在玉球上快速的跳动 好快速的伸手啊 原来呢就是文明的铁技咒谈 铁技咒谈 在拳击上 最重要的要素是快速的伸手 因此铁技咒谈便是最好的道具 其原理很简单 即利用体重和发条的反发力 发明此道具的中国汉潮武术师 保兵具 利用此具跳药具平地30米之高处 惊动当时人民 而日本也在招合30年代流行于孩童之间 其玩具名称发音和保兵具一样 即由此而来 以上再自明明书房刊 由玩具看古代中国的智慧 火鹿把拿出短刀配合跳动699 瞬间就砍伤法老 法老扣上耳环后也决定环以颜色 使出王家之骨奥义 伊修达尔之小星 这招挺有意思的 竟然能以耳朵来操纵边条 但是脚下不稳定的沼泽会使你分心 无法发挥实力啊 要看穿你边条的移动模式是很简单的啊 明明这招只要动到耳朵 拿来脚下不稳定的说法 可是就偏偏被对手抓住边条反丢回去 法老也因为一个不注意被踢下沼泽 不行啦 救我救命啊 法老 真不刺激的比赛 反正一开始他就不是我的对手了 接下来的猎物是谁啊 突然 欧鲁把看到前面有个金光闪闪的东西 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法老额头上的宝石 欧鲁把大喜 赶紧过去捡着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但当他一脚踩到宝石前的玉球时 玉球却说话了 是谁踩在我的头顶上啊 没想到他踩的竟然是法老的头 原来法老在掉下沼泽时 就赶紧用边条勾住附近的玉球 然后将额头宝石摘下 用头假装成玉球 等人来自投罗王 等你到了地狱 再怨恨自己的贪欲吧 最后法老一个绝地大反攻 将欧鲁把丢入沼泽 替南俗取下了第三胜 看到我的表现了吧 我法老简直是智勇双全的大帅哥啊 知道了知道了 大家已经听得快烦死了 这时现场突然听到强力的水流声 这下真的可以润猴 不用再喝猴尿了 众人上前一看竟然是条大河 河上还扶着许多巨大的木头 看来这里应该就是第四斗场了 欢迎光临着浮沐流斗 我是迈向王公之路 五人帮之一的巴米里卦 也是要送你们过三途川进冥界的人 他说什么三途川啊 我只听到他说他只有巴米里 接着巴米里解释了一下浮沐流斗的玩法 在这条河的三公里处有一个大瀑布 一旦掉下去的话 就连隐庆都救不到人 在要掉下瀑布之前 有一条绳子掉着 只要能抓住那条绳子的人就能获救 而决斗从头到尾都只能在这流动的伐木上举行 浮沐流斗 其起源于拓荒时期的阿拉斯加 此决斗法的兴起 是为了解决当时脾气暴躁的侨夫们之间的争吵 当然两者巨王的结果可能性也很高 算是一种高危险性的决斗法 通常以此决斗法挑战的 其实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证明 此决斗法于1930年时 就被州政府给禁止了 但据说 现在亦有某些区域秘密的举行 以上再次明明书房刊 阿拉斯加大祭行 看来终于可以轮到我出场了 啊 是东湘总司 等等东湘 你打算骑那台摩托车去决斗吗 决斗的地方可是浮在河上那些不稳定的伐木啊 放心吧 它就好比我的手脚一样 早在我还没坐婴儿车之前 就已经先骑过摩托车了 说完东湘总司油门一催 竟然就让骑着车从崖上一路冲到伐木啊 久等了 8米里先生 看 什么8米里 我至少有30公分啊 随后守观者将固定伐木的绳子砍断 东湘总司没料到这急流的速度竟然会这么快 难熟的众人也只得沿着河川边跑边关站 东湘总司按了一下手把上的按钮 机车前轮突然弹出两片刀刃 接着用翘狗链的方式穿梭在伐木之间攻击对手 不过这个8米里的家伙伸手也是不凡 一时间东湘总司也占不到便宜 突然8米里使出一招奥义真空线斩 东湘不晓得对方在搞什么花样 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油门一吹就飞车过去 这 这个真空线斩该不会是 快停车啊 东湘 听到淘太郎的提醒 东湘才发现 空中竟然有一条细到极难看见的钢丝 但为时已晚 钢线已经到了脖子边缘 只见帽子同血浆一起喷出了 真是惨不忍睹啊 竟然没察觉我在左右两岸的灌木上勾住了钢线啊 接下来换谁啊 难道没有比较厉害一点的对手吗 什么叫没有厉害的对手 你以为这样子就能打倒我吗 真正的胜负才刚开始 没想到东湘总司也学附件一招针剑白齿咬 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 此时离瀑布口只剩下大约一公里的距离 巴米尼拿出他的看家本领 奥义弓断伏觅 将钢线射出 缠绕在东湘轮下的伐木 结果粗大的伐木竟然像切蛋糕一样被切成一块块 接着钢线朝东湘总司射来 东湘闪过的同时 钢线也缠绕在摩托车的前轮 下一秒 专有利刃的前轮也被切断掉入盒中 这下东湘失去了攻击能力 只能以他精湛的凶狗链技巧闪避对方攻击 眼界即将到达瀑布口 巴米尼也改变了战术 他将核酸上所有的伐木都用钢线切断 只剩下他自己脚下和东湘踩的那根而已 嘿嘿你已经没地方逃了 如果掉下只激流的话一定会没命的 可恶啊你这只有巴米尼的交互 都跟你说了我是三十公分 去死吧 巴米尼凭借自己武器射程比较远 加上东湘在唯一的伐木上动弹不得 身体已经多处负伤 他望了一眼油箱心里想到 这样下去一定会没命 只能堵他一堵了 打定主意后 东湘飞车冲向巴米尼 巴米尼跳起来闪过自己 结果只是两人互相交换落脚的伐木 对现状没有什么改变 这时东湘开始紧催油门 哼你打算干什么 为什么空转加速引擎啊 告诉你吧 我已经将油箱的油统统倒到伐木上了 原来如此 你想利用汽油让我滑倒吗 没这么简单 当汽油空了 而我将引擎高回转的回旋的话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东湘吵巴米尼奋力一跳 突然摩托车引擎着火 火势点燃木头上的汽油 巴米尼整个人燃烧了起来掉下瀑布 最后由东湘抓住绳子取得胜利 都是因为你害我失去的摩托车 赔偿的账单我会寄到地狱给你的 太阳西下 在王公之道等待的男鼠十二人 接获陶太郎等人突破第四斗场后 都欣喜若狂 这时负责人突然要大家都搭直升机前往最终斗场 因为这最终斗场跟他们也都密切相关 而已经连胜四战的陶太郎等人 又经过漫长的行军 从白天打到黑夜 终于来到这第二崖的最终斗场 与此同时直升机也将男鼠众人都带到了此处 某某好想你们啊 有没有受伤啊 啊哈那是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这我们也不太清楚 那个负责人说最终决斗和我们男鼠全体人员相关 好了你们快上去吧 斗场就在这楼梯上去的王公中庭 我可以想象得出你们等一下要错起赛的脸 众人走进王公后 中庭竟然有一个镂空的坑洞 看来终于能到我出场了 陶太郎意高人胆大 也不管会不会有机关 直接就跳入坑洞 就在黑暗的墙角中仿佛看到一个人影 此人拿棍子的架势给人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这时在对面的房间也走出了一个人 你们能攻到这里的确不简单啊 难熟了各位 我是Dokuta Abe你稍等一下 是这迈向王公之路最终斗赤鸿宫殿的守观者 但是决斗的人不是我所抵下的那位啊 博士将灯打开之后 众人全都大吃一惊 眼前之人竟然是已经死了的南俗三面拳月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我们都以为你在天挑五轮对马哈尔战中上命了 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 但是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 告诉你吧 答案就是 为了杀死你们南俗全体人员 说吧 月光突然用棍子攻击了陶太郎 一旁众人全看傻了眼 不明所以的陶太郎只能拼命防守 月光的眼神就像完全不认识陶太郎一样 接着博士说到 二次大战他在纳粹化学研究所当所长时 希特勒曾对他下了一道命令 就是用医学和科学的力量对人脑进行改造 制造出一个绝对忠诚有不背叛的部下 而当时在天挑五轮被丢下悬崖的月光并没断气 被暗之牙的侦察员急救捡回了一命 后来博士就接受暗之牙邀请 将先前纳粹的人脑改造计划用在月光身上 如今要恢复月光的记忆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 喂月光不要再玩了 让他们瞧瞧你真正的力量吧 遵命主人 月光拿出一个两端是圆形的奇怪武器 使出错家奥义驱滑席 将武器打向墙壁 接着墙壁反弹的力道 再加上棍子控制方向 让淘太郎疲于闪躲 驱滑席 中国明代时发明出来的室内战用素 其特色是刃的两端装有极副弹性的球状特殊橡胶 将其往墙壁天花板射击 使其反射而来攻击敌人 其反射角度是需要精密的计算 附带一提 现在室内球技回力球的原型 即使这形状就如聪明的读者们所察觉的 以上再次明明书房刊 中国文化对室内球技之影响 月光看到一个驱滑席还杀不了淘太郎 于是又打出了第二发 同时面对两个驱滑席的攻势 强如剑淘太郎也被逼得无法动弹 频频负伤 这时他突然来了一个奇招 用剑改变驱滑席的轨道 让他飞到博士面前 月光快救我啊 月光剑撞赶紧将另一个驱滑席打过去解围 淘太郎则趁这个空隙跳到月光背后 并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道 赶快想起来啊月光 我们同样都是男熟的伙伴 我们之间的情感是坚固的联系在一起的 呃 摩摩 啊 你想起来了吗 哼 你真是太天真了 说吧 月光竟然一棍无情的刺进淘太郎服务 不 月 月光 这棍无疑是个致命伤 以令淘太郎重伤动弹不得 月光来到淘太郎面前想给他最后一集 可是却迟迟下不了手 你在做什么月光 赶快用棍子将他刺死啊 好奇怪的感觉 我竟然无法下手杀掉这个人啊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吧 因为我们都签了男熟合约 是生死与共的好伙伴啊 赶快回想起来吧 金罗大肆凶杀 大卫正八年制霸 天挑五轮大舞会 还有我们一起赌命决斗的一些事 还有最重要的那个人 男熟书长江田岛平八 听到江田岛平八的名字 月光脸上突然留下两行热泪 可恶 怎么会这样 月光这家伙的思考机能完全都混乱了 我的自尊可不允许有失败的作品啊 说完 博士竟然拿出手枪朝月光背后开枪 淘太郎眼明首快 挡在月光面前替他承受了这枪 这下淘太郎再也爬不起来了 月光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杀了他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啊 听完博士的话后 月光捡起地上的棍子 慢慢走向剑淘太郎 月光 不行啊月光还是没清醒过来啊 我不后悔 即使是被你杀了啊 月光对着躺在地上的剑淘太郎使出挫家棍法术奥义其中级 一棍刺在地板后又反弹回天花板 经过两三次的反弹最后弹到博士面前直接贯穿他喉咙而死 我的名字是南俗三面拳的月光 对不起 某某 你的伤不要紧吧 我都刺破你的肝脏了 放心 我穿上制服后下一夜就会跟没事一样了 最后淘太郎就在月光搀扶下返回众人身边 见到月光再度回归 众人都欣喜若狂 但是伯奉就算了 法老根本没见过月光 不知道跟人家在那边嗨什么小朋友啊 反而是跟月光英雄喜英雄的苍结 一脸完全跟我无关的样子 随后月光将不知从哪冒出来的词片交给陶太郎 陶太郎也将署长被暗之牙绑架一事告诉月光 接着全体准备出发前往第三牙 今天的开头先从暗之牙纽约分部说起 组织的干部见南署已经连胜两场 脸上根本看不到笑容 负责第二牙的纽约分部部长玛丽欧 更是直接一枪就被干掉了 组织的纪律是无情的 失败的话是要以死来补偿才行的 接下来谁要负责啊 如果再失败的话 最高干部们是绝对不会原谅我们的 那么这个任务就由我来嘛 我早就预测会有此情形 所以早就做好打算了 下一场决斗 南署面对的将会是群绝望的野兽们啊 说这番话的是暗之牙芝加哥分部的部长 他告诉在场的干部们 之前会输是因为派出去的战士 都是用钱雇来的 再怎么爱钱也绝不会舍命的去战斗 但这第三牙就不同了 他们不是为了钱而决斗 在毫无自由的黑暗底下生活的他们 最渴望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自由 为了自由甚至还能发挥出隐藏的特异能力 画面来到南署这边 每结束一场比赛都要搭乘直升机环游世界 南极之后是非洲 接下来会飞到什么地方 众人都不会惊讶了 话才刚说完 直升机就降落了 众人跑出去一看 竟然是一栋浮在大海中孤岛的奇怪建筑 我们等很久了 难熟的诸位们 欢迎光临七牙冥界斗的第三牙 我叫吉克弗里斗 没错 跟神斗士的双头龙同名 是这座阿尔卡多拉斯岛监狱的所长 什么 监狱 原来这座岛是监狱啊 没错 正确名称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州立 阿尔卡多拉斯岛监狱 位于纽约曼哈顿隔海500英里之地 这里只有入口没有出口 要出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变成死人了 随后所长带领南熟众人参观了一下监狱内部 这里关着都是一群渴望自由的囚犯 但这却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无法得到的 接下来来到地下室一处坏有骷髅的门前 这里名为绝望之士 里头关有着监狱最凶暴残忍的五个死囚 淘太郎推开门进去后 里面是并排的午膳门 每个房间都关着一位刚说的死刑犯 我已经和他们做了约定 只要能够解决南熟的人 就可成为自由之身啊 你说什么 啊 我没喊死刑犯决斗 所以你们想要的磁片 就在他们其中一人身上 来吧 快选出第一扇门吧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就选到有磁碟片的 That's good idea 啊 是亲啊 我选追左边的那一扇门 J走下阶梯后 狱警也将那扇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 带着拳王腰带的黑人 华伦伐 像你这样的人这么会在这里 哦 你认识我啊 那可真是深感荣幸啊 啊 什么 J竟然认识那个人呢 啊 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一样是美国人 为什么他没有J的口音啊 呵呵 像他这么有名之道也不奇怪 因为他就是史丹利哥德 是一些世界重量级的冠军 134战 134胜的史上最强拳击戒之王 但是隐退后却沉浸在九汉毒品之中 最后受雇于黑社会 用拳头杀死了7个人 才被关到这监狱来 他才杀死7个人被关啊 看来这监狱没什么了不起吧 我们此时啊 以前就杀学弟杀了一半以上啊 You're lying 我知道史丹利哥德才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个充满运动家精神的望者 热爱跟一对男人集体运动 还常交代未成年的贫穷小男童来家里玩 玩完后还会给他money 叫他们不能跟父母说 如果不是我爸揍我 我也很想去他家玩 我之所以会立志学拳击 都是因为崇拜你啊 看 你自己爸爸一般五十七战 一般五十七战才是无敌拳王啊 你崇拜这垃圾干嘛 好了 别吵了 没想到你们都是拳击手 那么我就帮你们准备个拳击场吧 突然从地上升起了四根柱子 搭上绳子后变成了一个拳击场 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拳击场 预警拉下开关后 拳击场的缆绳竟然开始通电 这个缆绳有100万瓦特的高压电流通过 只要稍微一碰到绳子就会立刻被烧焦 好了 可以开始打了吧 先问史丹利脚上的铁球不用解开吗 史丹利却说 对付像他这种鲁锈未干的小子 还不需要用到脚 接着使出一招类似J的闪电活塞拳的快速拳 用直虎在J的胸前刺上QU的字样 呵呵 这代表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 但是好久没有上拳击场了 还是慢慢的折磨你吧 看来我可以彻底死心了 我崇拜的王者 绝对不会是个只会自夸吉利而侮辱对方的人 说吧 J也从口袋中拿出直虎袋上 直接冲向史坦利割盾 没想到史坦利的攻势灵力 虽然在牢里待了15年 但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锻炼 突然J闪过史坦利的一个上钩拳 使出了很久没见到的 Fleshy Piston Maha Punch 也在史坦利胸前刺上了FuckX的字样 FuckX就是Galina的意思 是我对你的灰烬 原来J对史坦利的一切都撩如指掌 当他使出上钩拳时 额头会无意识地出现精卵现象 所以能在瞬间对此招做出反应 而且这还是在J还没进小学的时候就发现了 见识到J的实力后 史坦利也打断脚疗 准备拿出真本事来 这时在场外观战的陶太郎 突然察觉不对劲 总觉得这个拳击场好像变小的感觉 所长笑了几声后说到 围绕在拳击场的高压电流缆绳 会随时间渐渐地缩小 算一算时间 大概只要在10分钟 如果还分不出胜负的话 双方都会被烧成黑炭 而且要是有谁敢跳过绳子逃兵 一律开枪打死 哼 不用10分钟 只要一秒钟就能分出胜负 史坦利闪过J一拳后 快速一个上勾拳击中他的颜面 J当场吐血倒地 胜负分小了 到目前为止 中了我把子咖盘击的 还没有人能够站得起来 不过当史坦利转身要走时 J马上就站得起来 我说过了 你的招式我撩如指掌 刚刚那拳我稍微后腿一笑鼓 使自己受到伤害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眼见一秒收拾不掉J 史坦利使出了他号称神迹的脚上功夫 想夫鲁塞克隆 瞬间场上出现了许多史坦利的残影 这招不是万娃的幻名十三波吗 那个叫史坦利的也练过王两拳吗 不 那只是普通的残影 因为作者已经快变不出新把戏了 上集合穿人的家伙 也是学仙克的千条六流拳啊 面对史坦利这招分身的攻击 J只能一昧的挨打 根本无法反击 不过淘汰朗却看出J那种不败者的眼神 那是一种即使处于困境 也有胜利把握的眼神 这时拳击场已经变得越来越小 史坦利也决定使出致命的一击 你准备受死吧 我已经砍传了你的底牌 你的实体就在这里 J使出全力的一击 打中史坦利的腹部 这个号称不败的拳王 终于被一拳KO在地了 你为什么能够看出我的实体 是Shadow 因为实体的影子比禅银还要弄 要看出这之间的差别 花了不少的时间 原来是影子啊 但是你为什么不杀我 你把拳头打在我的腰带上 减弱了拳头的威力啊 因为你对我来说 就跟Captain America一样 我非常的尊敬你 梦想能够和你一样成为Champion 喂 所长 胜负已经分出来了 赶快关掉那个拳击场缩小的机关啊 不行 胜负尚未分晓 要我关掉机关 除非杀掉史坦利才行啊 这时拳击场已经缩小到 快要让J无法动弹了 呵呵 我要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 终于有人让我觉得自己也是个人了 说完 史坦利一把抓住电缆 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其破坏掉 虽然牺牲掉自己的性命 但能就J命他毫不后悔 Stanley 你果然是我的Captain America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名字 史坦利这家伙 竟然给我做出这种事啊 快将他尸体搬走 啊 是 来吧 快选第二扇门 史坦利身上没有你们要的磁碟片啊 气死人啊 这个没血没力的臭老头 不用想了 反正也不知道这哪扇门里 就正中央吧 没错 给我打开正中央的门啊 呵呵呵呵 这是非常有趣的选择 这扇门里又非常适合你们两位的对手啊 诶 什么 等一下 你说适合我们两个的对手 我说过了 我们的规则就是选门者必须决斗 刚才你们两位都选了 恭喜两位啊 啊 什么 门一打开 里面竟然是两个东方人的面孔 宝金堂 宝银堂兄弟 我们美国又称世界民族的大熔炉 什么样人种的罪犯者被关进来都不足为奇啊 只要在中国城内 没有人不知道他们宝家兄弟的名号 好了 你们两个快点下来吧 哎呀 某某 这次就靠你们两个了 哇 太好了 终于轮到我们出场了 嘿嘿 走吧 我 哎 我 虎王你别推我 哇 看得痛死了 哎呀 就叫你别推的吧 他们两个没问题吗 对宝家兄弟看起来不是泛泛之辈啊 有你的金口助阵绝对没有问题的 而且最会挖掘人家偷偷特训的我 又发现他们两个人私底下研究出来的新必杀技啊 我是男鼠二号生虎王龙刺 我也是男鼠的二号生腹肩元刺啊 看到腹肩拿着一把短刀 弟弟宝银堂也拿出了一把小刀 要跟腹肩来场锤鸥肩的比试 只见他搬出一张桌子来 上面还放了一张纸 在纸上玩起了我们小时候常玩的 拿笔在纸缝中搓来搓去比谁的速度快的游戏 限时三秒钟 你看好了 宝银堂简直就像裁缝机一样 以极快的速度在纸上来回不停的乱搓 不一会儿的功夫只就被戳出了一个手的形状 锤鸥肩 其源流出自于中国 但在日本的江户中期 木匠公和康米公们 彼此为了竞赛其手工的技巧和胆量 而流行于民间 当然除了技巧方面的能力外 更需要非常的集中力 其中不慎切断手指的不在少数 于是在明智维新的时期 被政府严定禁止此一竞赛 但爱好此季的人士仍不肯轻易的放弃 在目前的各机关学校中 也常看到有人用原子笔或铅笔 在桌子上自己刺戳训练者 以上再次束缝来新闻社刊 大江户流行Just Know 接着轮到腹肩开始表现 不过他第一刀就因为紧张而刺到自己的手 但他依然不放弃希望 在三秒钟内也同样在纸上刺出一个手的形状 嘿嘿 你完全不够看嘛 我在纸上至少戳了一百个洞以上 你这顶多也才二十几个啊 到底是谁不够看还不知道啦 纵使你戳的数量多 但你那种像蚊子钉的力量根本打不倒我的 随后傅剑用刀柄往桌上用力一拍 结果桌子竟然被刺出了一个手的形状 真是太厉害啦傅剑 看好痛啊 不过我自己这是酷壁啦 嘿嘿嘿 你被比下去了赢他 好了 决斗可以开始了 决斗一开始宝家兄弟就准备使出绝招 只见哥哥手上拿出一条绳子固定在弟弟的背上 此招名为宝兄弟奥义天祥村 接着竟然将弟弟甩出去当武器来攻击两人 砍伤两人之后又顺势将弟弟拉回 但说实在的 这招跟腹肩虎丸的家门跳体炮原理差不多啊 而且还不用把人拿来头上甩害人家头晕啊 咳咳 这是我在奇亚冥界斗的第一次解说 那就是文明的天祥村啊 天祥村 发祥于中国宋代清津之乱时 由号称豪杰的龙兄弟发展而来的 将人以强刃的绳子绑住用力的回转 这个前所未闻之际 除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强大的攻击力之外 两者之间绝妙的配合也是必须的 同血缘的兄弟则更能钻于此宫 而现在社会兄弟之间的打架 也常见哥哥将绳子绑在弟弟身上 至于他们的血缘和龙兄弟有无关系 就不可得知了 以上再自束缝来新闻社刊 世界名兄弟 有其兄必有其弟 面对宝家兄弟的必杀技 附肩虎丸毫无还手的余地 两人确认过眼神之后 也准备使出特训的成果 只见两人爬上阶梯 虎丸也开始脱掉裤子 接着两人互相抓住对方的脚 准备使出新必杀技奥义 等等 阿斯卡 你一讲出来对方就知道了 对呀 你是来乱的吗 抱歉 两人互相抓住对方的脚之后 滚下了阶梯 宝家兄弟一看不以为意 觉得这招充其量 只是利用阶梯冲下来的气势而已 嘿嘿 那么这招如何啊 看我的新必杀奥义 大放屁人间车轮 突如其来的屁 让宝家兄弟措手不及 傅坚则趁此机会回刀攻击兄弟俩 不过哥哥金堂反应不错 立刻对傅坚展开回击 两人的骑袭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可恶啊 你这无用的小卒 竟敢在本大爷面前放屁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这一集就要你当场毕命啊 说完 宝金堂再度将弟弟甩了起来 嘿嘿嘿 成功了 你准备跟你的弟弟告别了 嗯 你说什么 原来刚刚的大放屁人间车轮 主要不是在攻击 而是当傅坚拿着短刀挥舞之际 虎丸则趁机用牙齿咬断了他们的绳子 话刚说完绳子就突然断掉 弟弟英堂直接飞出去撞上墙壁出局了 解决掉一人后 这下变成了二对一的绝对优势 大 大哥 我好不甘心 竟然被这些家伙弄成这样 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杀掉他们 而且让他们比你痛苦万倍啊 宝金堂怒气冲冲的要替弟弟报仇血恨 但对手傅坚跟虎丸却猜起拳来了 太好了我赢了 竟然帮我加油虎丸 气死人啊 你故意慢出啊 真是的 打倒了一个弟弟竟然得意忘形的起来 如果两个人一起围攻啊 说不定还有机会 一对一的决斗根本不可能打赢的嘛 你错了伯凤 傅坚跟虎丸对那家伙的实力非常清楚 对他们而言 二对一不是男子和大丈夫的决斗啊 只见傅坚还是用他那一千零一招的短刀乱挥 这招对懂拳法的人而言自然不具威胁 宝金堂闪过傅坚的攻击后 拿出一个像铁盖子的武器 接着朝傅坚丢出 但这武器不但没刀刃 也不具速度跟威力 这让傅坚开始有点轻敌了 随后宝金堂又丢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哼 变成两个而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东西能帮我怎样呢 我告诉你 那两个是带有磁力的金属做成的 话音刚落 这两个金属物突然互相吸引 合成了一个铁面具套住了腹肩的头 哼哼 这招名叫迹象刚愿面 你就带着那铁面具痛苦绝望的死去吧 迹象刚愿面 发想于中国的明代时期 盖上一辈子取不下来的铁面具 是对罪人的一种刑罚 至死为止 不能说话 也吃不饱的这种无以形容的痛苦状态 是被用于国家反叛罪的重刑犯 而后当发现了带有磁器的磁石之后 就被运用到拳法上来 当这带有磁器的两个分割面具 一旦被戴上而锁起 你的自由就被夺走了 也就等于被打败了 自这招发明以来 从来没有人能拿得下来 而现在形容无言无表情者 也以铁面具来形容 而祖先们有没有人因此而死 就不得而知了 以上再自树逢来新闻社刊 铁面具的告白 傅坚被这个铁面具扣住后 不但取不下来也无法说话 宝金堂拉起铁链 要让傅坚跟他弟弟尝到一样的痛苦 傅坚的身体不断的被抛到墙上 发出骨头碎裂的声音 一旁的虎丸终于看不下去 打算出手相助 不过倒在地上的傅坚却阻止了他 还用血在地上写下别过来的字 血之文字 傅坚你 傅坚应该是没有胜算了 但他把贯测自己的信念 看得比性命还壮啊 真是不简单的人 虽然杀得可惜 但不杀是不行的 宝金堂打算给傅坚最后一集 傅坚凭借着最后一口气 往墙壁一顿做出反击 无奈这集依然没用 宝金堂抓住傅坚的手夺过刀来 反将刀刺进傅坚自己的肚子上 这刀刺进去后 就算是男俗的血牛傅坚也撑不下去了 正说一点啊 傅坚 这伤悲什么大不了的 等一下制服穿上去啊 下一夜就好了 你不用说这些安慰的话了 我这次真的不行了 趁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给我干掉那个家伙 傅坚 为什么刚刚不能说话 现在就可以了 看别管这个 赶快给我干掉他 虎丸跟宝金堂要了钥匙 打开傅坚的铁面具 接着把钥匙还回去之后 竟然将拿下来的面具 戴在自己的头上 这个举动让男俗众人全看傻了眼 你是玩真的吗 算了 不管你带不带 反正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虎丸捡起傅坚的短刀 朝宝金堂攻了过去 宝金堂原本以为傅坚戴上面具后 会有什么计策 结果也只是像傅坚一样 拿刀的乱挥 随后他也毫不客气的抓起铁链 将虎丸给甩到墙壁上重创 但虎丸似乎比较耐撞 撞了几次之后 竟然连墙壁的岩石都能撞碎 宝金堂抬头一看 觉得上面的铁管比较硬 而且高度也够高 二话不说就把虎丸往天花板一甩 没想到虎丸等了就是这个时机 只见他身体一转 一脚蹬在天花板上往下冲 接着将短刀插在面具的钥匙孔上 利用重力加速度笔直地朝地面一撞 这个号称无人能破的迹象刚愿面 终于被破解了 你就错在不该告诉我钥匙洞的位置 就像涨满水的水坝一样 只要有个地方有漏洞 即使再坚固 全力施压在漏洞上 也能将其破坏的 宝金堂见招式被迫 拿出小刀要来反击 虎丸使出的南俗最强 什么都能接得住的左臂挡下了这刀 随后一刀贯穿宝金堂的身体 终于替南俗取得这第三牙的第二场胜利 你看到了吗 傅坚 我帮你报仇 打赢你的敌手了 晚开心的回头一望 只见傅坚留下一行 你不亏是我最棒的死党 永别了 的写字之后 就与世长词了 怎么会这样 结果还是出现牺牲者了 这竟然是傅坚了 看 你跟他很熟是不是 我求求你啊 傅坚 快给我火过来啊 你们给我闪开 只见赤石怒气冲冲的走下阶梯 来到虎丸面前 本以为他是来替傅坚报仇的 没想到却是狠狠的踹了虎丸一脚 你这软弱的家伙 到底要痛苦到什么时候 你这样子还配当我们南俗的俗生吗 赤石给了虎丸一顿胖揍之后 命人将他带走 那个叫赤石的家伙 怎么这么过分啊 难道他是个没血没累的人吗 南俗的三号生都这么可怕吗 哦不 前一代的更可怕 还好已经被我干掉了 赤石学长算是很温柔的 你们仔细看看他的脚下吧 哥巴斯基张大的眼睛 看到赤石脚边镇第一只东西 竟然是从那紧握着的拳头中 不断流出的鲜血 那些血就是他流的泪水 他也是万分的悲痛 但是绝不会表现在脸上的 这时所长突然开枪 干掉了宝家兄弟 倒是饭桶 两兄弟都给我下地狱去好好反省嘛 接下来要决斗的是你嘛 那么你可以从这剩下的三扇门中 选出你的对手 哼 没有选择的必要 赤石来到了剩下的三扇门前 这世上没有我斩不断的东西 一文字流 斩岩剑 只见赤石的斩岩剑一出 三扇门瞬间被展开了 但奇怪的是 刚开始的五扇门 J选择了最左边的那扇门 虎丸腹肩选择了中间那扇门 那当下这连在一起的三扇门 是因为时空错乱而产生的平行宇宙吗 这恐怕只能请老高来解释了 快点滚出来吧 剩下的三人全部都一块上吧 呵呵 竟然有人这么小看我们三人呢 哼 你们两个别出手 要对付他 我一个人就够了 让我杜克罗东 让这家伙的大嘴永远必上 你是从哪个拍电影的现场来的吗 要是小看我 你一定会后悔的 随后这个牛仔家伙向所长讨要他的东西 没想到所长丢回去给他的竟然是两把枪 牛仔接过手枪后 拿出六枚硬币朝空中一丢 接着快速的拔枪朝硬币开枪 明明只听到一声枪响 竟然六枚硬币的正中央都被子弹打穿 原来那就是所谓的六连一啊 六连一 在美国开国的初期 对于那群前往未开发之地的拓荒者而言 枪是保卫个人生命和财产的最重要的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 促使众人猛炼枪术 毕竟能否早一秒扣上板击 通常也会左右自己的性命 最快速的枪法又叫六连一 其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六连发的速度之快 已经快到几乎六发连在一起 而听起来却以为只开了一枪 以上再次述逢来新闻社刊 西部快枪传奇 接着杜克罗东竟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决斗法 就像是在电影常看到的西部牛仔那样 彼此背对背的往反方向走 走到彼此约定的部署时 立刻回头向对方射击 没想到赤石竟然好爽的一口就答应 这不合理的刀与枪的决斗 于是双方就约定以十部为限决定生死 那么就由我来负责报数了 准备开始了 一步 两步 三步 哼哼 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居然想用刀和本世纪最强的枪手决斗 简直早死了 四步 嘿嘿 只要走了十步 那把刀根本就砍不到我了 五步 喂 那边的光头王和戴绿帽的 我早已说过是你们三人一起上 你们不要忘记 你们也是在决斗中啊 六步 七步 八步 九步 十步 十步一到 两人迅速的拔出各自的武器 刺石将斩岩剑插入地面 像撑杆跳一样躲过六连发的第一集 杜克罗洞见状 左手的第二枪也紧接着开出 只见刺石的斩岩剑一挥 竟然将六发子弹全速弹开 接着来到杜克罗洞面前当头一批 将他的身体瞬间砍成两半 这所有的过程都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发生 众人全都大吃一惊刀竟然如此轻易的就战胜枪 但更精彩的还在后头 呵呵 这是令人吃惊的家伙 这下子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不 不是两个人 只剩下你一个人 我刚才已经说过 你们别忘了 你们两也在决斗当中了 话刚说完 绿帽仔背后传来一声哀嚎 赤石刚刚用刀弹飞的榴弹 竟然全落在光头王身上 光头王连名字都还没报 就直接领便当了 这时 在远离地球的一座太空舱中 有一头不死巨兽苏醒了 哇 睡了一个好叫 这是哪里啊 我想起来了 我被暗之牙的家伙偷袭 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呵呵呵 你终于醒了啊 姜田岛 突然从电脑荧幕中 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接着画面上出现的是 附坚战死的模样 神秘人告诉姜田岛 他目前正被关在 人造卫星里 给送到了宇宙 而他的俗生 拼了老命在世界各地的 暗之牙决斗场中决斗 目的就是为了 收集七张磁碟片 好让姜田岛的人造卫星 能够返回地球 不过神秘人真正的目的 才不是为了赚钱这种小事 他是为了要杀光 南俗的全体俗生 而且还要让姜田岛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俗生 一个接一个地被杀死 唯有这样才能让 姜田岛比死更难过 然后最后再杀死姜田岛 好厉害啊 赤石学长 不仅以刀打败了枪 还多收拾掉了光头王 不愧是南俗三号生的笔头 果然和我们截然不同啊 不过他应该是靠我们的毕音 才升上三年级吧 不然再念十年 他还是二号生啊 看样子磁碟片在你身上吧 乖乖交出来的话 我可以考虑 只把你砍成半残了 哦吼 那真是太感谢了 看了刚才的决斗 我就知道是绝对打不过你的 随后绿帽仔 就将磁碟片丢给赤石 不过就在赤石 接到东西的瞬间才发现 原来磁碟片上 还藏了一根毒针 嘿嘿你中计了 你以为我这个霍内特大佐 会这么简单吗 这上面是没有用具象 实验过的巴姆莱伊萨毒液 可怕 是毒针啊 真卑鄙 而且还是像高端一样 没有经过大象认证的 呵呵 不愧是越战时期的谋略将军 这下子也算是胜负分晓了 突然赤石手中的斩岩剑 掉落在地上 当他要伸手去捡的时候才发现 双手已经失去握力 连刀都握不住了 原来刚刚中的毒 是一种能够麻痹全身运动神经的毒 接着绿帽仔也拿出短刀攻击赤石 但赤石早已见识过不少大场面 目前就像是打完了黄金圣斗士 又回过头来打白影 赤石轻易的就抓住绿帽仔的手腕 嘿嘿 你忘了我这谋略将军是杀人专家吗 变强鬼可是来我们这边修炼过的 是什么 原来绿帽仔被抓住的手竟然是一只 赤石一时不查 胸口立刻遭到利刃重创 啊 赤石 对了 再提高那悲痛的声音吧 只有你对他们之死的悲痛 才能减缓我对你复仇的火焰啊 复仇 你到底是谁 只见神秘人缓缓地将座椅转过来 姜田倒一看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幕后的黑手竟然是从地狱回来的藤堂兵位 呵呵 你们以为这么简单就能将我打倒吗 没错 我当时的确是被那个叫箭桃泰兰的砍成两半 但是在我掉下去的那个海面上 早就有架原子力潜水艇背后着 箭上有最强的伊龙团队 主刀还是黑杰克 你也知道在南俗被砍成两半的纸笔感冒难治一点啊 但你看看我这伤吧 每当这个伤在隐隐作痛时 都仿佛是在提醒我要将你们南俗全杀了 接下来我要让他们一个都不留的全死 就像赤石这小子一样了 故事再回到斗场中 遭到绿帽仔偷袭的赤石已经失了先机 加上受到中毒影响 无法握起斩岩剑 目前的处境已经是岌岌可危 哼哼你如果觉得我很卑鄙 那我告诉你还有更卑鄙的呢 说吧 绿帽仔又从口中吐出无数的非针 射中赤石的眼睛 借机又再给了赤石一记重击 挨了这招的赤石终于不知倒地了 不过他身上那不屈的男魂 就像圣斗士所写的技能一样 怎么打都打不死啊 像你这种下三烂的邪魔歪道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你活着 赤石的气魄再度震惊了全场 绿帽仔见他安装死都死没了 觉得很麻烦 于是捡起了地上的斩岩剑 想让赤石死在自己的武器之下 只是没想到 这斩岩剑竟然重到靠北 连要举起来都觉得吃力啊 突然赤石回头望了一眼南俗众人 以后就靠你们的了 一定要将我们的署长救出来啊 学 学长 你怎么又来了 打宋江的时候 你也这样交代过一眼啊 没错 我现在也不相信你会死了 话刚说完 绿帽仔已经拿着斩岩剑朝赤石刺来了 只见赤石目光一闪 硬是吃下了这刀 任由斩岩剑贯穿自己的双手 原来他早就看穿绿帽仔用一手拿刀 无法左右挥动 毕竟是只能从正前方刺过来 随即赤石用被贯穿的双手 一把将斩岩剑夺了过来 往绿帽仔身体拦腰一斩 终于把这卑劣的家伙身体给横砍成两半 不过赤石也已经到达极限 随后便倒了下来 南俗众人见状 全都冲下阶梯来探望赤石的伤势 怎么样啊 猫猫 放心 他还活着 只是他制服袖子剪掉了 所以自动补鞋补的比较慢啊 随后南俗医疗小组 赶紧上前帮赤石做急救处理 最重要的第三章磁碟片也已经入手 只要再收集第四章 就可以将署长救回地球 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啊 哼 这是一群顽强的家伙们 但是到目前为止 包括这些死刑犯也只是杂兵而已 接下来的第四牙才是真正的地狱啊 看 你们每次都这样说 开打前都说很强 打完后立马变成杂兵 拜托请你让我真正见识一下地狱好啊 不要生气嘛 我保证接下来一定是地狱啊 因为第四牙是神 还没等腾堂把话说完 所长就突然有了小动作 只见监狱工作人员全都带上了呼吸装置 所长命了拉下一个开关之后 突然从四周的墙壁排放出了有毒的气体 一时间令南俗众人全都难掩痛苦的神情 这就是在行务所对死刑犯所用的特效性炎酸瓦斯 你们就相亲相爱的死在一起吧 这个笨蛋的所长竟然给我搞出这档事啊 如果在这里就将他们全杀死的话 那我后面的计划不就全泡汤了吗 南俗众人奋力的想推倒监狱的墙壁 无奈这用岩石做成的墙却是一动也不动 你们都走开 听到背后有人战胜 陶太郎回头一看竟然是重伤的赤石 赤石拖着满山的步伐走到石壁前 赤石学长不行啊 你如果动得的话 这时候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大家都会没命的 如果你们能获救我死也值得 你们看好了 南俗三号升赤石钢刺 这是世上最后的展颜剑啊 赤石一刀砍下去之后 身体再也承受不住 伤口碰裂喷出大量鲜血 哇哈哈哈哈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以为那把刀可以斩断一米厚的墙吗 而且还是以那块枯朽的身体啊 所长话才刚说完 墙上突然出现一道裂痕 厚重的石墙竟然被斩岩剑开了一个大洞 将这些有毒的气体全都排了出去 不过挥出这刀的赤石 却已是无力回天了 赤石凭借着最后一口气 将斩岩剑交给陶太郎 希望陶太郎能够好好的使用它 不过说句公道话 J的轰飞万顿拳 月光的河碎孔 剑陶太郎跟腾堂豪逸的仙气龙虎魂 能够打碎这面墙的现场少说就四个人 为何这些人都要摆烂来害死赤石啊 赤石学长 你醒了啊 虎丸 我把你揍得那么惨 你一定非常恨我吧 不是的 你是罪霸的学长 你会对我们这么严格 完全都是为了我们着想 所以我决定以后不管谁死了 我也绝对不会大哭 还会去他的尸体踹个脊脚再大个遍啊 看最后这两点就不用了 这样子我也可以安心的离开了 说完这最后的话 南俗能打的学长就全部阵亡了 一旁气不过的所长终于忍无可忍 直接掏出枪来要收拾南俗众人 飞燕剑撞 抢先一步的朝他射出鹤嘴千本 没想到所长竟然像中了祥穷超弹一样 拿枪往自己的脑袋开了下去 南俗众人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悲伤 淘太郎背起斩岩剑后 继续往第四崖前进 哈哈哈哈 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英啊 那个愚蠢的所长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唯一的三号升 赤石钢刺的死 对南俗来说可是一大损失 接下来他们要前往了第四崖 铁定会让他们尝到挫败的滋味的 你自己看看吧 姜田岛 只见荧幕上出现一个龙形花纹的标志 连天下无双的姜田岛看了都脸色大变 到底这第四崖会是什么样的敌人 虽然在第三崖牺牲了腹肩跟赤石 但为了救回姜田岛 南俗众人只得长途跋涉 继续往第四崖前进 唯一不同的是 有个男人终于蜕变成长了 你们不觉得虎丸有点奇怪吗 对呀我也有同感 他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滑稽 成熟稳重多了 变得更像男子汉的感觉 腹肩跟赤石学长的死 跨越这些悲伤的心情 使虎丸真正蜕变了 各位乘客请注意 本机现在要进入降落状态了 好走吧 哇 看我的头啊 根本没什么改变嘛 他还是这样子比较好吧 这次直升机降落的地点 是一座巨大的寺院 虽然现场飘着浓浓的雾 但还是可以清楚的 看见大门上威严的龙纹 这时男俗中使中国拳法的属生 脸色全都为之一变 这 怎么可能 这里是 你知道这地方吗 飞燕 包括你 只要懂中国拳法的人 脸色全都铁青 这里一定非比寻常 如果我没想错的话 我们来到了一个不该来的地方啊 飞燕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回答 让男俗众人带着忐忑不安的心 走进了寺院 进到院内后 众人都被眼前这排场给震惊了 所有僧人两边排开 让出一条中间的通道 这 这些人到底是 该不会要把这些人全打完才能过关吧 来得正好 男俗诸位 我是总本山神拳室第75代的拳皇 欢迎你们啊 神拳室的拳皇 果 果然 这里就是那传说中的神拳室 告诉我吧 雷电 让你们大家都这么畏惧了神拳室 到底是什么 随后雷电说到 在拥有3000年历史 并分布于各地的中国拳法 各派当中 神拳室可以说正是其原流及发祥地 就连现在也以其巨大的力量统治各派 可以说是拳法界的象征 而神拳室的拳皇 如字面上之意 就是已达到拳法最高峰 以及最强的拳者 像我们这些什么大网深流 鸟人拳 跟他们比起来简直像垃圾一样啊 什么 原来你们这么卑贱啊 哼哼 好像有人知道我的事情的样子啊 你们紧张到连心跳猛烈跳动的声音我都听到了 你们要的磁碟片在我手上 如果要拿到手的话就得先打倒我才行 但是在这之前得先测试一下 你们有没有和我交手的资格 说完现场出现了三个神拳室的师代范 人甲 智甲 义甲 人称神拳室三甲 吵死了 有什么好嚣张的 什么神拳室拳皇的 从九四开始 每代拳皇我都破台了 Mesh伊达 来吧 我来让你们考验吧 拳皇见伊达这小辈的口气这么大 决定先让他看一场好戏 拳皇抓来了一个 为了自己的私欲滥用神拳室圣拳 严重违反神拳室戒律的修行僧 接着命三甲之一的人甲 对其做出裁决 人甲丢了一把长枪给这名僧人 并要他用长枪对自己攻击 只要能在自己身上受到些微的擦伤 就可以平安的离开神拳室 僧人听完后大喜 因为他在神拳室里 也算相法数一数二的高手 虽然打不过人甲 但一点擦伤倒是难不倒他 随后便拿着长枪刺向人甲 人甲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但长枪却刺不中他 在一旁观看的难熟众人都不解 为何僧人的长枪 无法伤到人甲的身体 只见人甲手刀一挥 这名僧人的双手竟然就像 切萝卜一样被切断了 你那双手已经不能再使用 神拳式之拳了 很漂亮的裁决方法 人甲 让你久等了伊达 真是不巧啊 没想到你也是使用长枪 那么就让人甲来当你的对手 好好决斗吧 伊达刚刚也见识到人甲的实力 所以一出手即是霸极牛千锋城 不过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连针孔都可以贯穿 一项百发百中的千锋城 竟然连一枪都没有刺中人甲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长枪功力竟然退步了这么多啊 你可以再试一次看看 我依然完全不动啊 伊达不信邪 一个撑根跳跳至人甲背后 准备从他背后攻击 可是这枪依然连人甲的身体都碰不到 那么换我来攻击了 想必你已经见识到我手刀的威力啊 人甲一个手刀朝伊达砍来 伊达明明闪过了这击 但右肩却莫名其妙的受伤喷血 可可恶啊 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就是神拳式奥义 无销楼爵 面对这让人无从防御的攻击 伊达频频负伤 最后连蛇侧枪都被打落在地 不过当伊达要伸手去捡地上的枪时 突然视觉产生偏差 捕捉不到长枪真正的位置 伊达顿时恍然大悟 看来你已经稍微察觉出来了 但是已经太迟了 要破解这无销楼爵是不可能的 哼 是这样吗 那么就让我来解开这招式的真面目吧 人讲再度对伊达展开攻势 伊达为了印证他心中所想的 挑起地上的一颗小石头 往人讲的身边丢去 人讲明明无需躲避石头 也不会被打中 但他却移动了身体 果然不出我所料 哼哼 厉害 看来这下子你更加确定了 原来这个奥义无销楼爵的真相 就是歪曲对手的视觉 也就是说伊达看到的人讲是个虚像 石像则是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伊达的长枪才都赐不中人讲 而人讲看似没打中的拳 全都准确的命中伊达 不过伊达虽然知道了这奥义的秘密 但要是没解开 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视觉歪曲的话 永远没有胜率 哼 只要我不用肉体去追寻你的虚像即可 告诉你我练过黑暗杀 你的死骑到了 算你聪明 还会闭上眼睛用心眼啊 什么 怎么会察觉不到 很简单啊 因为作者根本忘了你会这招啊 不信你看维基百科 上面根本没记载你会黑暗杀 话一说完 伊达身上又再次的负伤 人讲 你还要和他玩到什么时候 只要你愿意 立刻就可以让胜负分晓了 快点比个高下 是的 遵命拳皇 听完拳皇的命令后 人讲突然加快攻势 伊达脚上不胜挂彩 跌坐在地 眼见人讲杀招已至 情急之下 伊达将手臂上的鲜血 从人讲撒去 这个突来的举动 却让人讲感到十分的紧张 人讲急于分出胜负 但他右肩上红色的血印 还是被伊达发现 伊达分神之际 人讲一个手刀将伊达的身体 连同长枪一起切开 这几令伊达受伤不清 我已经看穿无销楼爵的秘密了 哼 你在说什么梦话 那么你破解给我看啊 你等着瞧吧 看我的霸吉流超奥义 鱼铝弹珠 等等伊达 你搞错了 这招只是单纯的把枪往上丢而已啊 抱歉 每次枪断掉 我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这招 我要使用的是霸吉流奥义沙尘风车 伊达用舌测枪在地上扬起尘土 将自己的身体隐藏至其中 人讲以为伊达是想在沙尘掩护下 用长枪攻击 仗着自己无销楼爵的护体 完全不放在眼底 但下一秒 耳朵吊着两个铃铛 竟然准确的被枪尖击落 原来无销楼爵的秘密 竟然是在两耳的铃铛上 用铃铛微妙的声音 来歪曲对手的视觉 所有人类的感觉 如视觉、听觉、嗅觉、经、口、言、耳、鼻 在经由感觉神经 传到脑中枢神经才有知觉 这个奥义无销楼爵 就是利用玉黄石或特殊的金属做成的铃 所发出的超高音波来刺激脑部 利用其麻痹视神经的效能 来扰乱对方视觉的一种招式 使对方无法捕捉实相 而与其虚相对决 此奥义的特色就是铃铛发出的声音 是人类可听范围外的超高周波数 非常不易察觉 而需高超销行才可 其弱点是一旦因缘被弄断了 就失去其效力了 当然用此招者必须不断的练习 不被自己铃声所影响 而经常看到猫脖子上戴的铃铛 不用说 他们当然不是使用此招者 以上出自日本树逢来武术协会 离市长圣田圣之戒谈 而这张照片就是作者攻下 雅喜罗本人 而伊达也趁刚刚卷起沙尘时 将小石头塞进耳中 借以阻断铃铛的声音 真是不简单啊 你是何时注意到铃铛的 当你沾到我的血资在插脸时 实际上是在插试铃铛上的血 因为沾到血的话 铃铛的音色就会变了 留在你肩膀上的血印 就是最好的证明 尽管自己的秘技被试破 但人讲凭借自身的修为 还是无惧伤痕累累的伊达 不过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每当伊达的枪断掉的时候 就是本化的战斗该结束的时候 伊达用脚踏起地上的长枪 冲上前的人讲反应不及 遭到长枪刺穿胸膛 伊达劝人讲别乱动 现在治疗的话还有得救 但人讲毅然决然的 拔出长枪丢回给伊达 他说纵使自己身亡 也要将伊达打倒 随后便使出他今生最终的奥义 暴胜戏范 不过这招也只是像之前一样 挥挥手刀 现在少了无销揉绝的加持 根本完全伤不到伊达 此时眼尖的淘太郎却发现 伊达的全身已经卷着 像线一样的东西了 那是像刀刃一样立的刃钢线 要是伊达动作过大 身体就会被钢线割伤 随后仁讲一个翻身 跳到伊达背后架住他的双手 仁讲告诉伊达 自己的身体是火药之体 并解释这奥义暴胜戏范的真相 暴胜戏范 在严格的《中国拳法》中 当自己知道败北而有死的觉悟时 并也打算拉对方一起陪葬时 所使用的最终奥义 修炼此招者 自年少时便在每餐吃饭时 将爆火消失的粉末混入白饭里 以致成年之时体内成为火药之体 一旦需要便将隐藏在智池里的化学金属煤咬碎 以便和体内的火药引起化学反应和对方一起爆炸 普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和对手成为一体 于是需以刃钢线将对方行动封住 附带一提 现代的石井范又俗称火药范 此由来就是如前所述 修炼者将火药混入白米饭的缘故 以上出自日本束缝来武术协会理事长圣田圣之戒谈 随后人讲咬碎了智池里的化学金属煤 并告诉伊达两人的生命只剩下10秒钟 但随着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 伊达完全没做出任何反应 陶太郎觉得奇怪 照理说人讲伤得这么重 伊达应该是能从他身上逃脱才是 为什么死到临头之际你还这么冷静 莫非你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 这个答案你应该是最清楚的 因为在男俗里女人是一种快绝走的生物 我的长枪是绝不杀女人的 伊达此话一出震惊了在场的众人 眼前的人讲竟然是个女的 你怎么知道 从外表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因为在决斗中 无论我的长枪再怎么挥甩 你总是无意识的保护着点 还好这是在20几年前的漫画 如果是在现代一堆死娘炮的男人 我就死定了 所以刚才你也是故意偏离要害的吧 下辈子再当人的话 不要走全道这条路 女人有女人该有的幸福之道 听完伊达这番超级暖男的告白 人讲突然放开双手自己跳上空中 随即体内的火药也在空中爆炸 我早已丢弃女儿身 也忘了自己是女人 但但是你却把我当女人来看 谢谢你伊达 我不会忘记你的 看为什么我的对手不是男人婆就是人妖 哼女人就是女人 最后竟给我来个妇人之人 看你的了 易讲 我可不允许有人再次回我神泉寺的名声 随后这个易讲脱掉上衣 背后竟然有一个偌大的蜘蛛刺青 这家伙就由我来吧 让我这圆梁山国的首领伯凤去吧 说吧 伯凤一个灵巧的轻弓 瞬间飞到了舞台中央 那你的小子是怎么了 之前光听到神泉寺的名字就浑身发抖了 嘿嘿 那是稍早之前的事 自从看了伊达的决斗后 我终于明白 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不去决斗光会害怕是很丢脸的 接着伯凤也效法武松 喝了几口成年老酒壮胆 易讲 掌剑伯凤对自己的体数很有自信 于是便向拳皇寝室 用神泉寺独特的轻弓决斗法 突然从地面上冒出了许多竹子 这里就是神泉寺的圆竹灵斗 上面的龟字是漫画翻译错误 我们南俗影片所有的招式 都是经过日文危机查证 所以一路看来会发现许多当年翻译翻错的字 回到故事内容 这个竹林底下布满了尖锐的毛竹 只要从上面摔下来包准没命 说完易讲一溜烟的就爬上了竹子顶端 伯凤见状也不甘示弱 一样咻的一声就翻身上了顶端 伯凤凤凭借着自己娇小的身躯 在竹林间穿梭 随后从易讲背后踢了一脚 没想到这神来一脚竟将易讲给踢落 不过就在易讲身体快要被底下的竹子刺中时 突然诡异的停在半空中 而且还以这个倒立的姿势飞回来 接着易讲也开始准备反击 只见他挥了挥手臂并说这是神拳似的奥义 通常男鼠的人一听到对手使用奥义 绝对不会绕路或待在原地不斗 他们只会勇往直前的掉入陷阱 就算是刚加入男鼠的伯凤也不例外 伯凤的身体突然被一张大蜘蛛网给缠住 明明是很细小的丝线却怎么扯也扯不断 易讲转过身来要伯凤仔细看他的背上 原本以为是刺青的蜘蛛竟然开始动了起来 原来在易讲背上的是真正的蜘蛛啊 此招名为神拳式奥义天离之潮 天离之潮 在中国拳法里 有些是以养育或教育一些猛兽昆虫或爬虫类 来完成其独特的招式 此奥义即是其中之一 其特质是指对自己的主人异常的中心 一旦接到攻击命令之后 一定会对敌人进行无以残酷的攻击 只要一掉入他所布下的网中 就绝对逃不出去 据说至今为止 仍没有人可逃离此网 附带一提 蜘蛛的英文单字发音 激进博语的失败啦 这是因为当时西洋的武术家们 为了要练词奥义调教蜘蛛 但几乎每次都失败 当时不经意脱口而出的话 便是失败啦 此及英语发音的由来 以上出自日本树逢来武术协会理事长 圣田圣之戒谈 来吧 这是你捉到的猎物 你尽管吃吧 哇 怎么被这样那么小吃 跳过来就变大只了 对了 忘了告诉你 这蜘蛛名叫张义 它的触角是个毒针 它会先用毒针麻痹猎物 等对方无法动弹在吃下肚 但是你放心 这毒针没有用具象做实验 别担心啊 伯凤 在男鼠里 没有被大象认证过的毒 都是没用的 哇 可是它还是会吃掉我啊 此时的伯凤 竟然尿湿了裤子 易讲以为 它是被蜘蛛吓破了胆 可接下来 伯凤却用脚从怀里 掏出了火柴 别小看我了 我再怎么害怕 也不至于会吓到尿裤子啊 伯凤用脚将火柴点燃 抛向蜘蛛网 瞬间整张蜘蛛网 就这样烧了起来 伯凤也趁机 从稍货的网中逃脱 原来刚刚裤子上的并不是尿 而是伯凤身上带的 酒精浓度70%的烈酒 脱困的伯凤 决定先出手解决掉蜘蛛 但这竹林对张艺来说 就跟庭院一样 纵使伯凤会体动茶 但这招也只对人类有用 突然从蜘蛛的屁股 喷出蜘蛛丝来 接着又快速的回旋 将伯凤用蜘蛛网圈了起来 此招名为奥义 回离之福 这下胜负分晓了 你这样子已经无法使用轻弓了 伯凤的行动受限 抵挡不住蜘蛛的攻势 一个没踩文就摔到竹林底下 伯凤赶紧用脚夹住竹子 才免于被下面的毛竹刺穿 不过蜘蛛也随后而至 从正上方攻了过来 伯凤即使用嘴将毛竹拔出 暂时将蜘蛛逼退 看不出来你人虽小 却这么难缠 但是同样的招式 不能对神拳四使用两次 我已经说过你别太小看我 好好地看清楚你那可爱的蜘蛛吧 这时翼讲才发现 伯凤的酒壶竟然插在蜘蛛的屁股上 原来这是伯凤设下的圈套 因为以蜘蛛的特性来说 一直线下来攻击的话 必然也会一直线地逃回去 而这70%的老酒 从口里喝下去 和从屁股塞进去的功效是一样的 这时蜘蛛突然跳到翼讲的头上 开始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你们看那只蜘蛛完全喝醉了 还在翼讲的头上跳舞 你看这次他睡着了 翼讲的头就像长了毛一样 他笑死了 看起来就像个蠢蛋似的 你这笨蛋竟然让我丢这么大的脸 翼讲恼羞成怒之下 竟然拿刀朝自己的蜘蛛捅了下去 眼见蜘蛛快要掉到竹毛上 伯凤不顾自身受伤 用脚接住了他 真是太过分了 他也是尽他能力赌命的在战斗 而你根本什么也没做啊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你这畜生简直比这只虫还不如啊 说吧 伯凤竟然也来了一个北斗式暴衣 挣脱蜘蛛 不过梁山伯的战衣 也跟不死鸟的圣衣一样 暴掉的衣服下一页就自动修复了 你可别死啊蜘蛛公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伯凤再次跳回竹子顶端 此时太阳渐渐西沉 一讲也想快点数战数绝 只见他拔起一根长竹子 竹子突然分成好几节 像竹节棍一样 此招名为神拳似奥逸 变癌连竹 结果这招也只是像 超条锤或舌浆节怀色那样 变化多端让人难以猜到轨迹而已 比起来舌浆边还要更恐怖一些啊 果然伯凤也觉得这种程度 也配撑了上奥义 他决定让一讲悄悄 什么才是真正的奥义 随后伯凤将全身衣服脱光 一丝不挂 接着将手上的衣服 披在身上半蹲着 使出了梁山伯奥义体透霸 你这样子是在干什么 乖乖蹲在那边不动 就叫体透霸吗 见伯凤没有任何反应 易奖立即用竹节枪刺了过去 但眼前留下的只有衣服 伯凤竟然凭空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个竹林应该没有可以 长生的地方才对啊 但是这股杀气实在是 可恶啊你到底在哪里啊 嘿嘿 这就是中国全法治上奥义体透霸 现在我的身体已经成了空气 你应该知道 人类的骨肉血 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吧 经过我多年的修炼 随时可以气化我的细胞啊 信不信随你 但我消失不见却是个事实吧 易奖听完后开始慌了 拿起竹节枪到处乱刺 但却都刺不到伯凤的身体 我可以给你最后的机会 只要你去下那个可怜的蜘蛛道歉 我就饶你一条狗命啊 呵呵呵别开玩笑了 我怎么可能会去跟这只虫道歉啊 那没办法 只好让你死了 伯凤说完话后 空中突然出现一只脚 直接将易奖给踢落竹子 被底下的竹毛刺成重伤 原来根本没有什么能将细胞分解的功夫 魔缝只是在身上涂上夕阳和竹子的颜色而已 体透吧 在电影或小说里 经常可以看到日本的人者 将绘有石头或树木的布包围在身上 以便和周围的景色同化而隐身 在中国的拳法上 也有在自己的肉体上画上图案的拟体术 当然这得必须修炼者本身具绘画才能 和在战斗中快速绘制的功力 绘此功者 每人身上都会带着10到12色的颜料在身上 附带一提 在1960年时 赛克文德将自己作为画板全身上色 可说是目前为止练就此奥义最成功之人 以上出自日本树逢来武术协会理事长 圣田圣之戒谈 魔风准备上前去给失去战斗能力的议讲最后一集 没想到蜘蛛竟然挡在他的前面 什么 你要救我吗 我差点就杀死你 而你却还挺身救我 我原谅我 仗义 都是我的不对 你杀了我吗 包括我星际在内 我是完全输的 你好好照顾那只蜘蛛吧 唉 本来以为可以收服一只宝可梦的 看来还是先把这颜料洗掉吧 就在南俗取得二联圣的同时 一个神秘的僧人来到了神犬室 做过拳法发想地的神犬室 这是一点都没变 看到我的实力了吧 只要我稍微认真就是这么回事 喂 法老 你可不可以再用力一点 这颜料一点都没擦掉啊 早就叫你换熊师了 你偏偏爱用牛顿 又贵又难用啊 而上一场战败的翼蒋 来到拳皇面前 并想为他的失败丑态 以死谢罪 只见拳皇眼睛发出一道闪光 翼蒋突然就无法动弹 晕了过去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智蒋 好好展现你神犬寺 三讲中最强者的力量 尊敏拳皇 人讲和翼蒋被打败的污名 就由我智蒋来洗清啊 这时刚刚外面那名僧人 突然闯进室内 神犬寺的武僧们都围上去 想抓住他 但神秘僧人武艺高强 手仗一挥就连伤了四人 哼 神犬寺好像退步了 统统滚开 我不是来找你们的 我要找他只是拳皇一人 我是来取他的人头的 说完这名僧人突然跳上屋顶 并扬言要解决现场这一百多名的武僧 只见神秘僧人口中念起咒语 天空就突然变暗 还刮起了强风 接着地面就突然裂开 让这些武僧们差点掉下去 地裂之后 马上又迎来了大水 刚刚没摔死的武僧 这回又遭大水冲走 突然智蒋大喝一声 这群武僧都回到寺院内 现场没水没风 地也没裂 原来刚刚神秘僧人 使出的是幻术 武僧们发现是幻术后 也不再提防了 气急败坏地冲去找神秘人算账 只见神秘人又举起手杖一喊 前方顿时冒出熊熊烈火 哈哈哈哈这次换火了吗 不要怕这种东西 这一定又是那小子制造的幻影 哼这种火根本一点都不热 没错啊一点都不热 等一下我觉得好热哦 看我的衣服也着火了 这幻术好逼真啊 呀这是真正的火啊 哇 真是群愚蠢的家伙 连是真是假都分不出来啊 哼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从前这神拳寺有一个修成的所有 包括武术幻术还有医术的天才 他的名字就叫做 王大人 南俗众人对于代理署长王大人 为何出现在此感到不解 但更高兴的是 刚刚看到他的实力简直一人敌百人 这下又多了一个高手前来助阵 不过王大人却说他不是前来帮忙的 凭他是神拳寺的校友 他是为了个人的问题才回到母校 王大人质问拳皇 为什么这个崇高的神拳寺 会被黑暗组织暗之牙收买 拳皇对此问题无以答复 如果一定要问的话 就只好先来场较量 就跟15年前一样啊 一旁的智奖发现被人忽视 急忙跳出来要扛这一战 并想用幻术跟王大人一较高下 只见王大人突然席地而坐 摆出了一个祭坛 口中还喃喃自语地在念咒语 好像即将又会有什么 超级厉害的幻术要出容了 看我不是在念咒语 是在数三分钟的时间 等面熟了 饿着肚子要怎么决斗啊 王大人说完就在场上吃起泡面来 志奖看不下去口中念起咒语 随后大喊一声 动 现场突然刮起猛烈的暴风雪 有如置身在北极一样 而且本应该是幻觉 却真的令人感到寒冷 巨大的念引起的作用 不仅对感觉而立 对身体演示 也就是说按你们大家 有可能会被冻死 哼 就只有这样的程度吧 只见王大人大喊一声 羊 原本大雪纷飞的天空 出现一轮烈日 太阳高热的温度 把原本暴风雪一扫而空 这下王大人冷掉的泡面 又热了起来 志奖又喊了一声 雷 瞬间乌云蔽日 一道落雷朝王大人劈来 王大人闪过雷击之后 告诉志奖 这种不成熟的念是不可能打倒他的 不过志奖却说 他的目的并不是用雷来攻击 这层雷云还有其他的用意 随后突然天降大雨 大到连前方都看不见 而王大人依然只担心他的泡面 哼 还有心情去管泡面吗 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 这个好雨已经令你完全看不到 也听不见声音了 说吧 志奖突然出现在王大人背后 并将他一刀断手 不过就在志奖把王大人手机交给拳皇时 突然发现 里面坐着的是完好如初的王大人 原来王大人打从一开始就没离开过半步 只是一直待在原地吃他的泡面 志奖从头到尾都是在跟王大人制造的幻灵战斗 你再回去好好修炼吧 王大人将筷子一甩插入志奖的鼻孔 轻而易举的就解决掉这号称三奖中最强的志奖 王大人的确很强 和江田岛署长一样 不 或许还在他之上 现出人影吧 拳皇 我王大人钻成钱来取你的向上人头 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因为你一听到神拳寺被暗枝崖收买 不可能就这样做事不管 但是我想不光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你一定是还在意春兰的事 一听到春兰这个女人的名字 男族众人全都来劲了 于是拳皇就开始说起15年前的往事 当时王大人跟拳皇都是神拳寺的修业门徒 每天日以继夜的修炼种种的奥义 但一向都采世袭制的神拳寺突然遭到重大的变故 前代拳皇的儿子也就是继承人 突然得了重病猝死 老拳皇只留下了一个女儿 于是便决定由众多门徒中选出一位强者 将女儿许配给他并成为下一任的拳皇 而那个女孩就叫做春兰 她的美令神拳似的人看得都不绝望了自我 但却令读者们看得倒进胃口吐了满地 即便如此还是有数千门徒参加这场选序大战 而最后只剩下王大人跟拳皇进入决赛 决胜的日期就在三天后的早上 谁知道就在决胜战的前天晚上 王大人竟然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当时坐在树下吃面的他 发现有一对狗男女正在私会 仔细一看竟然是拳皇和春兰 原来两人早就已经有了亲密的人与人的连结 然后决定命运的早晨到来 虽然比赛开始的口号已经下达 但王大人和拳皇只能彼此对峙着 谁都不敢乱动 就这样时间一直过去来到了第三天的早上 一旁看比赛的人体力也都到达极限 纷纷倒下 接着第四天的早上来临 在朦胧的意识中王大人看到躲在本堂的春兰憔悴的模样 原来这几天他都不吃不喝拼命的为拳皇祈祷 再这样下去他的生命会很危险 由于王大人也是跟神拳寺的武僧一样 眼睛鼓着喇嘛 悄悄的对春兰有着爱慕之意 最后他决定舍身成全一个女人的幸福 这就是最后王大人离开神拳寺的原因 众人听完都感到惊叹 没想到王大人竟有这段过去 王大人请问拳皇的本名是什么 哦哦啊他就姓拳明皇啊 呃呃所以他一出生就是为了当拳皇就对了 呼呼呼你也真是太傻了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舍弃了中国拳法上最崇高的拳皇之位啊 啊算了反正春兰小姐也不会喜欢上你呢 春兰小姐人在哪 老和尚话说到一半突然被现身的拳皇一把抓起 你不仅多嘴而且还是个不懂人情义理的家伙 愤怒的拳皇一脚将老和尚给裁扁 我等了15年啊脑王啊 我们对决无需任何武器 就以神拳寺相传的秘拳来一决胜负吧 哦原来你也终于练成了那招幻之奥义啊 这时拳皇又开启了回忆模式 一起两人都进入神拳式的第十年 当时两人的基础修炼都已完成 前代的拳皇突然要他们做一种奇特的修炼 王大人是举着装满铁砂的米袋在头上旋转 拳皇也是举着一样的米袋在空中做弧线形的旋转 而这种修炼一练就是三年 两人都开始怀疑每天练这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某天拳皇派两人到另一个山头的寺庙去传呼命令 回来时已经是日落西山夜晚来临 两人在经过一片竹林时突然察觉有股杀气 结果竟然是最近常触摸在山里的巨大石人虎 两人置之不是石人虎的对手 只能各自分开拼命的逃跑 拳皇被追到一大片的岩壁前 眼看就要走投无路 当时内心已有死的觉悟 但是当老虎张牙无爪地朝自己扑过来时 拳皇却在无意间领悟出那招密奥义 将巨大的石人虎打到全身喷血而亡 不过就在拳皇打算对王大人施展密奥义时 智奖却突然从背后偷袭了王大人 哼 我智奖受了这么大的屈辱 怎么可能就这样算了 你疯了 智奖 你以玷污男人之间的胜负 这的罪你自己来补偿吧 说吧 拳皇摆出了一招起手势 使出神拳式奥义升龙天泄力 瞬间一个强大的龙卷风将智奖卷上空中 接着重重罪地而亡 王啊 接下来换你了 没人逃得过这招密拳的 拳皇啊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那天我也和你一样被老虎追到了尽头 然后一个不小心跌下断崖绝壁 当时我想说一定没救了 死定了 然而我现在仍然站在这里 你不觉得奇怪吗 哼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说吧 拳皇再度使出神拳式密奥义升龙天泄力 王大人也如同智奖一样 被龙卷风卷上了高空 不过等了老半天却没发现有人掉下来 这时眼尖的淘太郎发现 远方的天空似乎有架人体直升机 原来是王大人使出的神拳式 另一个密奥义降龙天灵匹 降龙天灵匹 自古至今 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空中飞的鸟人传说 而在中国已在金斗山上的仙人最有名 本来所谓降龙 便是仙人于每隔四年从山上降于地面 呈现在民众面前之意 而将此化作现实的拳法 即是这中国拳法史上最大的奥义 降龙天灵匹 这密奥义即是利用在两端富有羽壮物的木杖或棍 并将其快速的旋转 此技除了手臂的力量 更强调平衡感的重要 附带一提 现代直升机之名的由来 就是前述住在金斗山上的仙人的名字 还有奉劝各位读者 特别是小孩子 如果真的有心要练就此技 可千万注意别突然在马路上乱甩木棍才好 以免一个不小心造成他人的大不变 以上出自日本树逢来武术协会 武术师范带 竹乃木秀路坛 原来如此 但你的密奥义只能逃跑 勉强守身 到头来也只有像智奖一样的死去而已 是这样吗 我自己也将奥义改良加强了 突然王大人在空中一个翻身 利用附着在墓葬两端的叶片刀刃 加上飞旋葬身所产生的回旋力 斩伤了拳皇 这如同燕子般的速度急速下降攻击 就连拳皇也只能拼命闪躲 无法施展拳脚 你这样子是打倒不了我的 因为你的招奥义的致命弱点 已被我看穿了 说罢 拳皇再度使出生龙天泄力 将在空中的王大人卷入龙卷风中 蠢蛋 你还不清楚吗 我刚才不是已经证明这招对我没用了吗 只见拳皇冷笑了一声 随后便冲向龙卷风 让自己的乘风飞上空中 危险啊 王大人 拳皇从下面追上来了 听到淘太郎的呼喊 王大人也有所警惕 但为时已晚 拳皇已经来到王大人头上的死角 一把抓住王大人的墓葬 使其无法旋转 接着用一招跟仙客的猎绕将死很像的招式 架住王大人的手脚 急速下坠 这招不但重创了王大人 也折断了他的墓葬 想要再使出神拳寺的奥义已经不可能了 马上给我离开神拳寺 看在咱们修业时代层共过甘苦 我就饶你一命 太小看我了 拳皇 我们之间的胜负 是一定要有一方死才能结束 王大人交代完最后的事 拳皇也毫不留情的使出生龙天泄力 龙卷风再次将王大人卷上空中 这回无法再变成人体直升机 只见一条人影从高空中落下 被拳皇手刀刺穿 不过在碰到身体后 拳皇却发现不对劲 这种冰冷的体温应该是早已死掉之人 果然这个穿着王大人升幅的是智奖的尸体 你中计了拳皇 情势突然来了个大逆转 拳皇一个分神遭到王大人手刀贯穿胸膛 这招虽然没有当场解决掉拳皇 但也令他重挫 目前两人的体力都所剩无几 只剩下最后一级的力量 只见两人又回到像15年前那样 摆出架势注视着对方 动也不动一下 两人从金屋西坠 僵持至玉兔东升 你还记得吗 王 那个时候也是这种朦胧的月夜啊 拳皇第三度开启回忆模式 回想到两人刚进神拳寺没多久的时候 当时神拳寺正陷于和满族的纷争 两人被派出去侦查敌情 但一不小心却掉入敌人的陷阱 被对方吊起来拷问 嘿嘿 这种拷问法叫吊杀天秤 是清朝西太后发明的 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忍受得了啊 管你们嘴里咬的绳子都系着对方的致命处 也就是说一旦放开了自己所咬的绳子 对方也会没命 然后两人一同去地狱报到啊 随后为了逼问出神拳寺的人力和配置 王大人跟拳皇遭到对方持续一整晚的拷问 而且对方还开出条件 要是先说出来的人就会放他走 但两人依然彼此互相信赖谁都没有说出 直到敌人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将其放下 两人终于等到时机 一举将对方歼灭 为什么现在要提起这些往事啊 哼我也不知道 只是突然想起以前的往事罢了 说完话后两人突然都动了起来 用尽最后的力气朝对方发出猛烈的一击 急招过后 王大人胸口喷血不知倒地 拳皇也告诉王大人 神拳寺非要和南俗决斗的原因 就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春兰遭到暗之牙的绑架 如果要他平安回来 就得和南俗决斗并杀死他们 原谅我吧 王这是不得已的 说完话后 拳皇伤口蹦裂 喷出大量的鲜血 原来他刚刚那拳并没有击中王大人的要害 而王大人却是准确地重创自己的命脉 这场时隔15年的胜负终于有了结果 王大人向拳皇保证 会不惜性命把春兰救出来 随后便念起了一段咒语 往天空看吧拳皇 这是我送给你往皇权的鉴别礼啊 这是 王大人使用幻术在夜空中投射出春兰的影子 什么这就是春兰啊 这种人妖也抢成这样 看了就想吐啊 王啊 你果然是我真正的好友 我就是该人妖再紧命的恶啊 就在拳皇被打倒的同时 暗之牙的直升机也出现在众人面前 不过这次不是来接人 直升机抛出一个绳梯 一个令南俗之人永远摆脱不掉的恶梦再次出现了 腾堂兵卫告诉南俗众人 如走江田岛组织七亚明界斗全是他的计划 因为他不想这么简单就杀掉南俗之人 这样的话内心伤口永远无法抚平 还有对于豪逸背叛他加入南俗一事 腾堂兵卫也是耿耿于怀 虽然说是没有血缘的父子 但他也不会轻易的放过豪逸 接着告诉众人 如果要拿到剩下的三张磁碟片 就要照他的游戏规则 分成三组各往不同的地方 而且连三组的名单都帮南俗分好了 如果不照他的画作 他就立刻按下按钮 让江田岛的人造卫星爆炸 说完腾堂老头便扬长而去 苍杰本想一件将他干掉 但被淘太朗阻止 因为署长的命还握在他的手上 目前众人只好先忍耐了 随后有三台直升机 同时降落在神拳寺 并要众人照刚才分配的名单 分三队搭乘 没办法了 走吧 妈什么 我又和你在一起啊 吵死了 我才想这么说呢 各位听着 接下来的决斗将更加严苛 说不定我们今生就从此诀别了 但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永远都要记得 我们南俗的人 无论安爪死都死不去啊 哦 了解了 我哥巴斯基 也会拼命的死死看啊 我们也会成到署长自己冲破大气层飞回来的 最后王大人也选择搭乘陶太郎那架直升机 直升机从神拳寺出发 至今已过了五小时 众人都不知道这回又要被载到什么地方 在飞机上 王大人将第四张磁碟片交给建陶太郎 接着告诉陶太郎 他已查出第五崖的所在地 并派了他的助手先前往那边待命 众人听到有助手都相当吃惊 随后机长也广播已经到达目的地即将降落 众人出直升机一看 竟然是一座日本古城 没想到世界绕了一大圈又回到日本了吗 呵呵 还是老样子吧 你这拖鲜的虎丸 没错 这里就是日本了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虎丸回头一看 竟然是在第三崖与保家兄弟战中身亡的腹肩 哇 腹肩 你没死真的太好了 哇 看得痛死我了 你是在发什么神经啊 对不起 我是在太高兴了 终于又可以变回喇塞二人组了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呵呵 我中国三千年秘传的医术 是没有什么治不好的 不过也是因为这家伙 有着怪兽般的体力和精神力 可 可是 王大人 你怎么没有顺便就赤石学长 他的战力更强啊 哇 反正这些人第二步都会莫名其妙的复活 还会有儿子啊 随后 王大人也介绍了一下这座城 这座城名叫武焕城 别名德川里葵的军城 是名将德川家康盖的丝隐城 德川家康自创立德川幕府后 便预测幕府会持续百年之久 因此顾虑到这种太平日子继续下去的话 武士一定都会忘了武士本分 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 德川一定会灭亡 所以家康便下令给各凡的大臣 要他们统合各类格斗术 剑术及忍术的高手 统统集合到这个武焕城之中 所以这个武焕城可以说是日本武术的发源地 而那些高手的后裔都在里头等着难熟众人 最后再警告你们一件事 就如藤堂所言 至今为止的决斗只不过是愚性节目 接下来你们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地狱啊 后会有期了 别看啊 每次打完一牙都这么说 这下连神权势都变成愚性节目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看见真正的地狱啊 随后难熟众人便往天守格的入口前进 进入城内后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无限回廊 走了老半天完全看不到敌人踪影 最后在回廊的尽头发现有个东西朝众人而来 原来这是日本江户时代很流行的人形娃娃 这个娃娃的手上还端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一首排句 随后人形娃娃就像在为众人带路似的 将南俗众人带往一处密道 墙壁打开后 发现一名男子正坐在樱花树下喝茶 樱花盛开 风和日历之际 为何七人会急着想要寻死 告诉你们这首诗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在这樱花盛开且风和日历的日子 为什么这七个人会急着想要来送死呢 这首诗也是为你们的命运而写的 我是武幻城四斗仙之一的幽鬼之城 在这樱花盛开之际 各位的血将会染红这片樱花 场景先转换到日本国会议事厅 有个议员正在保镖的保护下走出国会 哦 是燕子啊 在这空气污染的大都市 要找燕巢可不容易啊 看来东京也还是可以住人的地方嘛 议员快上车吧 别让我们保镖困扰了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如果我死了一定很多人高兴啊 突然从燕子的口中吐出一根毒针 射中了议员 议员当场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 原来这只燕子的主人 是武幻城四斗仙之一的死祭墓 是奉命来取议员的性命的 报告城主大人 刚才死祭墓有消息传来 说任务已经完成 是吧 非常好 政治和暴力只不过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无论什么时代 掌权者都一定会需要我们的力量啊 城主从天守阁的窗外 望了一眼南俗众人 并替他们守战就遇到幽鬼之城 感到可怜 要不要先喝杯茶呢 不要急着寻死啊 呼 太好了 刚好我口也好渴啊 摩摩你别过去啊 说不定茶里面有放毒啊 哦 你那把豪刀相当好 是不是背前国有按照战斗用的斩马刀呢 刀名我也不知道 这是去世的学长留下来给我的 原来如此 我这个人对刀非常有兴趣 你听过妖刀不知火的故事吗 随后幽鬼之城讲述了一段妖刀的故事 这把刀是距今八百年前 即原平之战时 连昌幕府为成立前所打造的 当时在平市那里的三条山上 有一位当代第一的刀将 梅道明寿 但是某天 那个村子却被原市的军队攻击 全村的人连妇人孩童都被杀死了 只有那名刀将 因为正好要照一把刀 而出门到山上去采矿时 才免于一死 回来看到心爱的妻子 儿子 孙子 和全村人被杀死 刀将的怒气和绝望是可以想象的 于是到了夜晚 刀将两手各提了一个大水桶出门 原来刀将是准备以这两个水桶 装齐家人和村人的死体 所流出来的血水 然后刀将便将这两桶血水 搬到自己的制刀场去 老刀将竭尽他全身全灵来做刀 用某种矿石采出了特殊铁材 经过溶解打造刀身 更可怕的是 刀将竟然以收集来的血 代替普通的水 直到第七天的清晨 刀将才从他的制刀场出来 然后当场便立即死亡 那时他的手上握着一把刀 那就是妖刀不知火 而数十年后 便成为元氏灭亡的原因 三代将军元石朝 因北条义时的谋略而被暗杀时 砍下石朝头领的是其外甥公晓 当时拿的刀就是这把妖刀不知火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那把刀会在他的手上 但是刀将也算是达成他的复仇了 我听得全身发毛了 你是在怕杀小朋友了 这种是骗人的 是他自己编出来的 这世上哪有什么会呼吸的刀啊 见南俗之人都不相信这传说 优鬼之城便从樱花束后拿出了一把刀 这把刀散发出青白色的火焰 没错 这就是妖刀不知火 经过了八百年 这妖刀终于找到他真正的主人 这时明明没砍任何东西的刀 竟然从刀身流出鲜血来 看来这不知火想吸你的血 正在哭泣呢 哼 谢谢你的茶 我的血是不能吸的 因为我的血太热了会烧伤的 陶太郎终于拔出斩岩剑来跟不知火一较高下 等等那是骗人的 一定有暗藏玄机在里面啊 人死了不是去找明王哈尼斯报到 就是去找戒王修炼 哪还有什么美国时间附身在妖刀上啊 那么你自己过来确认一下如何 没想到戈巴斯基走上前去查看时 优鬼之城却忍不防地砍了他一刀 你不要紧吧戈巴斯基 没关系只是一点小伤啊 看啊你这小子实在太不讲武德了 揍了一起过去围欧给他死啊 谁叫他竟敢说我骗人 还侮辱这把不知火 这个大罪非得以死来补偿才行啊 你的生命只剩下五分钟 你将会被不知火的怨灵逼得疯狂死去啊 啊啊你说什么 话刚说完 戈巴斯基脑中突然不断冒出王者的声音 接着竟像发了狂似的拿刀攻击陶太郎 戈巴斯基快住手啊 你到底怎么了 无奈之下 剑陶太郎只得先将戈巴斯基打晕 可恶啊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看到了吧 这就是不知火的魔力 只要稍微一点擦伤就会敌我不分 为了要嗜血而狂暴直到断气为止啊 陶太郎怒气终于爆发 举起斩岩剑朝对手砍去 但由于心里惦记着同伴的安危 刀法问乱 一个不小心遭到妖刀不知火砍伤 幸好这刀只划破了制服没伤到皮肉 幽鬼之城不断言语扰乱陶太郎 使陶太郎因为分心伸手和平常判若两人 幽鬼之城突然使出一招回法针 从头发中射出飞针扎中剑陶太郎的眼睛 不过就在幽鬼之城打算给陶太郎致命一击时 戈巴斯基却突然冲过来替陶太郎承受了这刀 看陶太郎你骗我 说什么南俗的人 怎么死都死不起 我觉得我就快死了 不过虽然时间很短暂 但能够成为南俗的一员和大家一起战斗 我深感光荣啊 你一定要将那个小子给 说完最后的遗言 戈巴斯基终于也去找哈迪斯报道了 南俗的众人又习惯性的冲到死掉同伴的身旁 这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好转直成搞笑的角色是绝对不会死的吗 不 戈巴斯基早就该死了 当初在天挑五轮 他的男子汉度根本没达标啊 会进入南俗是因为作者搞错了 就像绝命终结战一样 终究骗不了死神的 这是什么 地面上好像有血东西啊 这时众人突然发现 戈巴斯基在临死前 用尽最后的力气 写下一个像文字又像符号的东西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悲伤了 因为戈巴斯基的死 见淘汰狼发出强烈的气魄 不但内心已经不再动摇 连手中的刀都充满了怒气和悲伤 幽鬼之城决定使出 妖刀不知火的另一个魔力 只见他松开双手 妖刀竟然自己浮在空中 幽鬼之城一声令下 妖刀开始攻击淘汰狼 这刀简直就像有生命一样 具有自我的意识 快速准确的攻击淘汰狼 这不像是用现在操纵 更像是妖刀真正被怨灵给附着 但淘汰狼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其中一定有原因 而且戈巴斯基也早就察觉到了 所以临终之前 才写在地上想传达给众人 淘汰狼闪过妖刀之际 也用斩岩剑将妖刀的刀身 砍出一个碎片 奇怪的是竟然连碎片也浮在空中 淘汰狼顿时明白戈巴斯基的用意 他将斩岩剑咬在嘴上 用俐落的伸手快速的爬上櫻花树 妖刀不知火也随后追了上去 不过就在快追到淘汰狼时 妖刀突然失去平衡在空中摇晃 淘汰狼趁这个机会 一把抓住妖刀不知火 从树上一跃而下将刀插入地面 接着一刀砍断�花树 将刀给压在櫻花树底下 最后再冲到幽鬼之城的身边 一刀砍伤他的肩膀 好厉害 竟然能看穿这不知火的秘密啊 这妖刀不知火带有强大的磁力 而这庭园也是个强力的磁场 因为在高处磁力不够 不知火就失去平衡了 原来戈巴斯基临死前写下的文字 是指磁力的南籍S和北籍N 只是他把N给写反啊 随后昌杰也说 这招是中国拳法的咒磁细斩刀 咒磁细斩刀 如众人所知 磁石分为南北两极 一极相西同极相赤 而中国拳法幻之密奥义 咒磁细斩刀 即是利用此原理 此招式的原理是 先在斗场底下埋下无数带有磁力的磁石 而使用带有磁力铁粉的刀剑比武 也就是说 土里的磁力和刀剑的磁力是同极 因此才能使刀浮在空中 而举荐者另外在手腕附近 也藏着一对强力的磁石 如此巧妙的使用操纵的话 即可任意的操刀攻击对方 而此招式所用的磁石 只限在中国苏二一带才有的特殊矿石 并且对其他的金属是不会发生反应的 以上再次明明书房刊 磁场之力将改变21世纪 眼见伎两倍看穿 幽鬼之城也丢掉手上的磁铁 并对众人摊牌 其实不知火刀上是因为涂了毒药 只要一点点渗入体内 就会精神失常而产生错觉而死 接着也脱掉上衣 准备继续第二回合的战斗 但陶太郎却说胜负早就已经分晓了 他在从樱花树上跳下来时 就已经将刀给换过来了 被埋在地面的其实是斩岩剑 幽鬼之城睁大眼睛一看才发现 陶太郎手上拿着真的是妖刀不知火 一声惨叫之后 幽鬼之城也跟哥巴斯基一样发狂而死 这是陶太郎送给他最适合的死法 接下来这幕也让我佩服作者的细心 前面明明书房就说 那个磁石只惨于中国跟俄国 结果俄国来的哥巴斯基就因为头上带着饰品 和不知火是同样的金属 而发现磁石的秘密 达到幽鬼之城后 人形娃娃再次出来带路 众人跟着他一路前进 来到后院一间外观破旧的谷屋 众人从入口的木门进入后 发现里头是一个十分幽暗的走道 哇 痛死了 傅健你小心一点 踩到我的脚了啦 看你是在发什么神经啊 我在这里啊 虎丸回头一看 吓得快说不出话来 踩到他的竟然是虎丸自己 看怎么会有两个虎丸啊 你 你到底是谁 你才到底是谁咧 更令众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两个虎丸竟然连声音都一模一样 两人当场扭打成一团 呃 某某要不要叫他们放个屁 来闻闻看谁才是真的啊 不用这么麻烦 如果是男俗俗生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 你们说出男俗三逊是什么 呃 看什么男俗 什么三小什么逊啊 我怎么会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哈哈哈哈 这个我知道 第一 俗生必须尽终结 第二 俗生必须要无勇 第三 俗生必须要直谱 这下知道谁是假的了吗 快加这个帽牌货杀掉啊 哼 你错了 你才是假的 真正的虎丸是不会去记这些东西的 说完淘太郎一刀劈向这个假的虎丸 没想到帽牌虎丸一个翻身之后 竟然变成淘太郎的模样 我是武幻城四斗仙之一的死祭部 人们称我为千面人 这时地面突然开了一个大洞 南俗所有的人全都掉入洞穴之中 呵呵 最初的猎物已经决定好是谁了 最后视角切换到飞燕的身上 明明全部的人都掉入洞穴中 却只有他落单 不过飞燕也马上就发现到 坐在墙角边的伊达 其他的人都到哪去了 我也不清楚 但那小子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全部分开的样子 等等 别再靠过来了 飞燕 你真的是飞燕吗 那小子的翼绒术你也看到了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你是真正的飞燕啊 呃 不能我来背一下我们关东豪学年的三讯好了 不用 那种东西我也从来没背过 你用贺嘴签本射我这把枪上的纹路吧 以你的功力不可能连这种事都办不到 好吧 如果这样子可以证明的话 我乐意奉陪 随后飞燕使出了拿手的贺嘴签本 但却连舌签枪的枪声都没碰到 这时飞燕才发现这不是他的千本针 原来刚刚冒牌虎丸在扭打时偷偷换掉了他的针 这下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伊达也随即对飞燕展开的攻击 场景切换到了江田岛所在的人造卫星 哈哈哈哈 看到了吗江田岛 你那些可爱的学生正在武幻城和高手决斗着 你应该知晓这群人的可怕 刚刚已经先送哥巴斯基到地狱去了 你内心一定很难过吧 哈哈哈哈 爽啊 真是爽啊 哈哈哈哈 看 什么哥巴斯基 我根本跟他完全不熟啊 这时突然有一架美国NASA的太空船靠近 卡普特 卡普特 在幽旋60度发现不明物体好像是人造卫星 花了花 这个区别说是我们美国 就算苏联也不可能有 卡普特 你看 从窗户可以看到一张脸 我将影响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哦 这个奇怪的江霞 一看就是宇宙的未知神武 看来是相当雄宝的神武 我们要非常的消心 这些笨蛋啊 难道看不懂我是在跟你们求救吗 眼看能够回地球的机会就在眼前 江田岛决定拼死一搏 他一拳打爆了人造卫星 在没有空气的宇宙中拼命滑向NASA的太空船 接着奋力地将太空舱门打开 进入太空船内 随后江田岛希望太空船能够带他回地球 但机长却说太空船是由电脑控制 有一定的搭乘人数 只要多了一个人 燃料跟空气就会不够回地球 江田岛虽然开了玩笑说要丢一个人出去 不过最后还是借了一件太空装跟五六个氧气筒 再加上一条NASA的特殊合金链 决定自己去外面让太空船拖着回地球 这个一定是因为宇宙的怪异现象引起脑异场 所以我们才会做噩梦的 不久后太空船终于快要到达地球 再过一分钟便要进入大气层 那时候温度将会高达500度以上 即使是穿上超高科技的耐热保护衣 也不可能活命 但是我们署长是何许人也 他那种比戈吉拉更顽强的身体 岂会爬着区区的大气层 只见他来了一招星晶自然梁 就穿越大气层而去 不久太空船的救生舱终于降落在海面上 这群太空人左看右看都找不到江田岛 更加确定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 这时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动物发出的哀嚎声 原来江田岛已经制服一头虎精 准备骑着他回日本 就在江田岛回到地球没多久后 腾堂兵卫也亲自来到了武幻城 就在他跟城主谈话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地在震动 随后一颗大铁球直接打破墙壁而来 与此同时 伊达还在和飞燕纠缠不休 原来这个伊达是死忌不伪装的 他故意让飞燕掉进自己的圈套 这样飞燕就只能防守 不敢对眼前之人展开攻击 结果也是一颗大铁球破墙而来 还砸死了伊达 飞燕这才发现眼前的伊达是冒牌货 而正在到处寻找飞燕的南俗众人 一样被突如其来的大铁球给吓了一跳 众人朝被破坏的墙壁破洞往外看 原来是有几台拆房子用的大铁球吊车 正在破坏城墙 在上面操纵吊车的 竟然是南俗署长跟教官们 江田桃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然是来取你的向上人头啊 腾堂 你们大家全都给我上啊 城主一声令下 城中的族青队全都跑出来包围吊车 请放心吧 腾堂先生 只要有他们在 没什么好怕的 给我上啊 将这些人给我碎尸万段 你们怎么了 没听到我叫你们攻击吗 只见族青队们将头上的斗笠脱下 竟然全是南俗俗生所装扮的 除了二号生 田泽 松伟 和往其他斗场的法老等人外 连南俗的死天王跟王大人都来了 这简直就是南俗全员大集合 觉悟吧腾堂 你已经无处可逃了 放心 至少还有我可以跟他打 算哪根冲啊 只见署长轻轻拉动吊车手把 大铁球就直接掉下来将城主压成肉酱 苏 苏长 真是辛苦你们了 尽管腾堂并为苦苦哀求江田岛放过他 最后还是像烤乳猪一样被绑着抓回南俗 七牙冥界豆篇就在这无厘头的闹剧下结束 相信当年不少人看了都傻眼啊 但从后期这些荒谬的剧情来看 南俗自天挑五轮之后就已经是走下坡了 被出版社腰斩也是莫可奈何啊 不过我们还是要有头有尾的把南俗魂燃烧完 下集《风云罗汉》署篇将是南俗的最终回 后续的规划将在最后一集影片中告知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集再见 有个买去哪里 怎么是都失败去 欧拜人的思考 怎么是梦走 欧阔打到巴黎火山里 赛老板将亲闻头就头地 不好意思你 你都总救的我 好多歌冠牌也是鞠躺 也有火燒到獨唱唱中沒問題 他說你攏無憂 好時他又給我 好時他又在的 有時候打到我手攏攏攏 他說你兩米也肚出現 又肚梅去哪兒唱 怎麼是攏攏攏攏攏去 他自教攏比喻 散來換我驚 古南俗不但會讓你有男子戲幹 還有各種匪夷所思的招式 想學請找明明書房 我們下周見 感谢观看